好,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科技产业专案设计 那我们在我们这次的讲座呢 我们的主题就是探讨公司面试的应对策略 在开始之前呢,我希望再重申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常常大家忽略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要找工作投履历 甚至你会常看到在一些求职的网站呢 他就跟说,教你怎么去写一个履历表 但是我认为呢,比投履历更重要的议题呢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你到底在什么场合 就是,我们不是讲面试场合 我就说,你今天面试这个职缺,到底是针对什么需求 然后呢,这个公司开出这个职缺呢 它是基于什么考量 所以,其实真的要想清楚这一件事 因为事实上呢,如果你没有想清楚的话呢 你很可能就是,已经不是说什么四倍功半这种东西了 你可能从头到尾就是搞错战场了 搞错战场呢 而且更惨的地方是,没办法知己知彼呢 当然最后就是一个失败作收 那我想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另外提醒,就是面试本身就是交易 所以他就说呢,面试跟比赛 或是说跟很多其他的那种形式的竞赛呢 其实很不同 其实他背后有考虑到很多这种资本啊 集会的议题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所要探讨的 好,那在开始之前呢,请你想清楚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公司真才跟公开比赛 名字看起来很像对不对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 就是比赛 注意到我们讲的比赛是公开比赛 那就是说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不用透过什么管道就可以取得这种 取得这种 至少你可以取得简章 取得这个报名网页 没有特别的限制你的 好,那这我们就成为叫公开比赛 然后呢,注意到呢 很多人都把这件事当做很像的事情 但是注意到这个有一个 有非常多本质上的差异 首先呢,就是比赛 其实是可以重缺 好,注意到哈,重缺 就是,比方说呢 你可以看到说第一名重缺 然后就变得第二名 或者第二名可能有两个 那但是呢 或者说当然也可能第一名有两个 就是虽然这比较少见 但是不管这样 就是比赛会有他的比赛规则 但是真才有趣的地方是呢 他一定要有第一名 而且呢,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真的弄不出第一名怎么办 那就持续真才下去 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件事哈 就是说 其实这个 就是很多人都是想错方向 就是说 说真的公司真才 一定有他一个特定的需求在 但是呢 他不是来说 我要办一个比赛 然后得到一个什么第一名怎样 第二名怎样 第三名怎样 换个角度想呢 就是公开比赛呢 他很在意的是社会观感 但是公司真才呢 其实他不见得会很透明 好 我几个例子 然后轻声发声的事情哈 就是前几年呢 我还比较有空的时候呢 我就会 应邀一些单位去参加一些竞赛当评审 然后 然后有一次呢 我去参加这个台北黑客松吧 反正就是这种竞赛 然后那一次好像是 搞得很盛大 我也搞不太清楚啊 反正就是 反正跟我 跟我一起当评审都是什么 像彭启明啊 反正就是 反正还有什么 华硕的总经理啊 这种 就是我也不知道 会有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评审组合啊 就是看起来都是大官 而且呢 评审的一评 就评了五个小时 哇 那真的是 好累啊 那当然跟这些 呃 前辈跟这些高手一起评 其实也是蛮好 对我来讲 是蛮好的学习的啊 然后呢 评那一次之后呢 我基本上就不参加在这个什么 黑客松的啊 就是至少台北市的黑客松 我就拒绝了 有一个原因就是 评完之后呢 呃 王上就有人写说 哎呦 那个得奖的那个第二名啊 他的作品是超喜 反正就类似这种话 他说 你们这些评审是瞎了眼之类的啊 那其实当下也是蛮生气的啊 就是说第一个呢 我 至少我啦 我不知道其他评审怎样 但我一定有些缺失 毕竟我没办法把这个 全部的作品都看完 然后呢 就是细节没办法全部看完 我提出我的问题 然后呢 我就依据这个提问跟回应 然后做一个参考 然后再次比赛呢 其实上次它是有规则的 那就说什么东西占多少 我就照那个比赛来打 那我想这个其他的这个 呃 评审呢 也是百忙之中 我记得有一个评审还是刚飞 刚下飞机 就是时差到他没调 就在下评啊 然后呢 隔年呢 我又被受邀去参加评审 那那次我还没有拒绝啦 就是 我还是想要为自己挽留一些机会 挽留一些 你懂吗 然后就是 那我就评了 然后因为 在有去年的经验之后 有前一年经验我就做什么事呢 我就要求那个比赛当 主办当时 好 你也可以邀请我担任评审 甚至那个评审费我都不想拿 什么那个交通费我也不拿 反正 反正 反正我就过去那个会场 说不去玩一玩 反正 你甚至一毛钱都没有付给我 没关系 但是我要求 这个 黑客松的提交的程式码 要给我 提交给我审查 也就是说 至少要在 两个小时前 所有队伍的那个程式码都要给我审查 而且如果抓到那个抄袭 或者抓到说没有交代这个出处的话呢 那我要求呢 我可以在主办单位的许可下 我把那个名单列出来 就是一式抄袭名单 要三天内给我解释 或者给我一些必要的修正 好 然后那一次呢 就很顺利 就是没有看到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 那一次也被他批评 他说 这个就很 就是 你知道吗 就被他批评说 很难搞啊 这是怎么有那么难搞的评审 所以你看 这个很无奈啊 对不对 就是要考虑到社会观感 然后从此之后呢 我就不再参加评审了 反正就是 觉得很累啊 而且 有时候 我参加黑客送啊 有时候也是 如果是参赛队 我也是很生气啊 就明明你说要比创意 结果后来呢 最后要讲什么 说要这个 商业模式 搞屁啊 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 一定要商业模式 对不对 就是 就是很生气这个 反正说 哎呦 这别人已经做过 你为什么也要做 你不能回答 because Bitcoin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啊 对不对 就是很讨厌啊 我就喜欢资杠 我就说 钱人做不好 我就再做一次 我也不见得多优秀 但是我更短程 就可以做出来 而且打造一个产品 人家打造可能是要两年 然后我用两天 打造一个样子 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那为什么要被 好 你懂 所以就是注意到了 这个就是要 比赛的什么 社会观感 但是注意到公司正裁呢 事实上没有这东西了 当然 有一些像什么 性别的啊 种族的啊 诸神 你知道那些 那个是很多公司上的小型 而且越大公司越困扰啊 像是微软啊 像是Google啊 都长期都会有这种 相对应的这种争议 甚至诉讼啊 但是我想 各位要清楚这件事 就是 你去争彩 并不是去比赛啊 所以搞清楚啊 比赛呢 会有严格的规格啊 严格的规范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 伸出的管道 但是说真的呢 这个真才呢 并不是这样啊 所以说真的 这个资讯透明度呢 是很重要啊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有这样的课程 因为呢 我希望 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有把一些 必要的资讯 揭露给各位啊 当然这可能会有些争议啊 所以为了开这么课 我还需要请 请律师啊 是真的请啊 唉 我也是很 跟律师解释 也是解释到半天啊 律师也是 也是跟我讲说 你干嘛去躺这滚水 对不对啊 你在这公司当顾问 混得好好的 干嘛 干嘛把这些资讯揭露出来 但我想这个对各位 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因为说真的 很多人 我真的 尤其在学校教书了这九年 我发现太多人 根本就是 没有搞清楚 公司的需求 就盲目的准备 然后看到网上 在讲什么话 都跟着做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公司到底要招聘什么样的人 这很重要 就是很多公司呢 都说要择优 但是你用脑袋想要知道 我们 真正如果遇到一个 非常优秀的人 他来应征这公司 说真的公司也会怕啊 对不对 你想就是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 什么样的公司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 做线上游戏的公司 那我讲的是在台湾 台湾线上游戏的公司 说真的 他的行情价 大概都不高了 大概就是你 大概知道 行情价就大概是 四万多一点 也可能比他少 就是四万是一个 台湾做游戏 很常见的薪资 当然也有优秀的 可能会拉到比较高 可能会拉到 可能八九万 也是有的 但是少数 但就是说 他大概的薪资范围都是 你就说四万到九万好了 而且九万是很少 极少的 所以你想 如果说真的 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职位 然后就来一个高手 就是说这样高手 可能可以去Google 可以去高通什么的 而且原本的薪资 他是一个月 这样分红算下来的话 一个月是十五万起跳 那你看到 十五万起跳的人 要来竞争这个 十五万的工作 所以他如果说 这个人说 哦好想加入这个贵公司 贵公司做游戏啊 做了什么返校啊 可以来什么 哦这个什么 随便举例 做了返校很棒啊 所以我放弃 我在西国 其实我也是要回台湾的啊 不然你都只能 我说我 我我我我 我算在Dag Google 但我会想要做 但是你知道 这公司也会毛毛的啊 因为公司给不起那个钱 或者说 我们可以用给他来换 然后说 不然你干嘛 比方说 我可以给你 我们要分红了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总之呢 就是绝大多数公司 遇到突然太强人出的 他也会怕 所以 各位搞清楚 我们接着就不是比赛 你知道比赛的时候呢 就会有那种超强的 就是超强的队伍 突然跟你竞争一个 那种区域型的小比赛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注意到呢 在真材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说呢 公司呢 虽然他嘴巴都讲折优 但是说真的 他所谓折优呢 是会有一个前提的 什么前提 就是说呢 事实上他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交易 就是说 这个硬片的人呢 他自己他心中会有个数字 OK 什么数字 就是我一个月应该拿多少钱 那如果我现在不在意钱的话 我应该有什么 比方说股票 或者说其他的空间 那但是呢 后面那个东西的数字呢 在很多常规公司是很困扰的 比方说呢 十几年前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说 十几年前 我的薪资的水准 大概就可能一个月 是大概十来万这种规模 就加股票分红的话 可能十来万 我也是故意去印证一个 大概四万块的工作 那我就说 我就直接跟那个贵公司的 就是说 贵公司的主管 就跟那个公司的主管说 这个 我其实我不在意这个薪资 但是请你给我股票 或者说 请你让我变得合伙了 你知道那个 那个主管当在听着就昏了 你知道 就是因为太狂了 所以你知道 他就赶快 我就看他突然爬出去打电话 打电话 问那个总经理 问董事长 然后就听到一直在点头点头 不知道他点什么鬼 反正就是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这样好了 就是我们这个职位 其实不好意思 其实那个 现在没有开 那只是说 你懂吧 就是讲一些很难懂的话 就是有点矛盾的话 总之就是说 反正一直请我走了 那所以各位要知道 就是说呢 换个脚想 这也是各位 作为受信心的人的机会 因为你看到 就是很多公司 其实他都会有他的难处 就算是很赚钱的公司 不要说台积电跟连巴克 说真的 他突然遇到个大神 他们自己会怕 就是因为说真的 你是想介绍 假设今天有一个大神 来自Google 而且他做非常重要的职路 比方说他开发 那个TensorFlow的一个晶片 TPU 那这样设计TPU的人 突然来到连巴克 而且呢 就作为一个中间的岗位 不是作为一个主管 那不是 那所以呢 这个公司他也会怕 因为搞不清楚 这个人到底要什么 而且突然这个人一开口 说呢 那个你知道 很多公司呢 其实 不然连巴克在内 其实很难突然 为了这件事 开出这个什么 开出必要的回应 因为毕竟跟他面试的人 往往是吧 是一个中阶 或是一个比较基层主管 那事实上 他们都有一套说辞 而且呢 这些我们所谓headcount 就是这些 这些人力资源呢 人头 其实都是这样 都是被设定好了 所以说真的 回到各位 做一个比较 没有太特别的人 注意到 我们这个讲座呢 不是来针对像什么 唐凤这种天才 也不是这种大神 就针对就是各位 就是可能自己觉得 没有自己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希望从你身上 挖掘出你自己身上 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思考 重新思考这个东西 公司的责任就是获利 那招聘呢 他其实你看 为什么要招聘这些工作岗位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是说假设你看 一个公司呢 如果他获得融资 他获得这个外部的投资 或者说他的在 上半年 或者是在从这个 这一年内 这个业绩有很大的成长 那业绩很大成长的时候 说是投资人 也会给他们压力 给什么 管理阶层不压力 就是说公司成长那么快 你的能力可不可以跟得上 你的素质可不可以跟得上 你的这个相关的什么 相关的这个市场布局 能不能跟上 所以 业务扩展的时候呢 往往怎样 这个 职位就做这个调整 所以这个职位调整呢 其实也是提高获利的手段 注意到 不是请人 就可以立个获利 但是请了这些相关的人 往往呢 对 说服他人 尤其是说服这种董事会 其实会有帮助 然后注意到呢 这也可以顺便回应 为什么有些公司呢 他会去找 会找一些顾问 也许呢 你也知道 有些顾问他本身 不会立刻帮公司赚什么钱 但是呢 有很多顾问呢 在这个 招聘呢 也会有一些帮助 帮助在哪里 就是 很明显啊 就是说有些顾问呢 他可能是啊 比方说我请了某某人 答顾问 也许这样 特定的采购会比较顺利 比方说那个蒋霸 可能这个 对半导比较熟悉 就知道蒋霸 蒋上映 就是这个 前台积电 重要的主管 那蒋霸呢 当年呢 去中兴 甚至呢 他之前更惨 就是 那一家公司都不讲 中国某企业 那你看哦 就是 半导体的制程 半导体很多 那种设备 是非常贵的 就是一个光刻机 那你要知道 那个光刻机呢 那个设备有多贵呢 就是一台呢 可能造价 不是 市场价就是 一亿多台币 甚至更贵都有 而且更贵的地方 更麻烦的就是 这东西不只贵 它对销售呢 是有限制 也就是说 不是你有钱就买得起 像你看 在中国呢 在前几年呢 就喊出一些口号 你知道 就是喊出一些 反正就是半导体 要什么 超音赶美啊 然后要什么 超越台湾啊 然后那个什么紫光啊 要让你紫的全光光 紫色让你全光光 那总之就是说 中国在前几年 有很多这种企业 那这种企业呢 其实都遇到个很大问题是说呢 他们就算有钱 也不见得买得起 买得到 注意到不是买得起 是买得到 那些设备 半导体设备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比方说 请那个蒋爸 来当什么 当顾问 蒋爸呢 透过他人脉 或者透过他影响力 或者相关的这个 就可以让公司有机会买到 所以蒋爸呢 就算完全没有做任何事 甚至没有介绍任何的 介绍他的指定 到公司任职 因为你知道 就是有可能 财到公司 就是前公司 台积电的那个什么 红线 但是所以请各位注意到的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顾问 他的这个价值在这里 就是他让人觉得 这件事可能是克星 所以注意到呢 我想各位都要搞清楚 就是说呢 公司招聘这样的职位 到底在做什么 他绝对不是为了比赛 注意到 公司对办比赛 往往他会有不同的考量 比方说他可能就是 要去提升他的什么 产品的能界度啦 或者说 提升产品的能界度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举比较多联发客例子 但是公开的 不用指望说 这次会听到什么机密 我们都讲公开的 只是你比较少注意 比方说呢 MediaPack 在前几年呢 会有个 就推出这个IoT平台 这IoT平台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当年联发客 在做这个IoT平台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 蛮 蛮 犹豫的 因为 犹豫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因为联发客过去 没有做过这种物联网 需要跟什么Maker 跟这种 这种所谓的什么创客啦 这种什么之道 就是反正需要这种 这种 大量订单的这种 模式去合作 因为以前联发客的 就是做那个 那种DVD啦 CD弄的晶片 对不对 然后来手机晶片 电视晶片 那也有做一些网通晶片 但是不管怎样 都是对企业 但是呢 像物联网晶片 很多时候是对个人的 什么叫对个人 比方说 你去买一个什么 买一个这个 树莓拍 对不对 树莓拍 那树莓拍就很有趣啊 就是说你看树莓拍里面用的晶片是谁做的 是Broadcom 博通做的 那但是博通呢 不会直接卖这个东西 博通呢 先是把这个晶片卖给谁 卖给树莓拍基金会 那树莓拍基金会 也不直接卖这个东西给我 它会有不同的代理商 那代理商呢 还会再找其他代理商 所以比方说 等我手上拿到这块板子的时候呢 已经什么 过了好几轮 也就是说 起初的这个博通 做晶片的博通 或者树莓拍基金会 做整个这个品牌行销 来做整个设计的 其实它没有直接接触到我 但是IoT不一样 IoT呢 很可能就联发科 会直接接触到这些个体 个体户 这过去联发科 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总之呢 对联发科来讲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更难的地方是怎么行销 所以它会来去办竞赛 比方说它会办一个什么 联发科物联网开发竞赛 所以最重要呢 开这个竞赛呢 说真的 不管它里面办的东西怎样 那关键地方在哪里 联发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联发科的物联网晶片 可以获得什么 更多的采用 或是做一些比较 一些就是 至少它的破关度比较高 但是呢 注意到 如果联发科内部呢 要招聘IoT相关的人才的时候呢 就要搞去什么 搞去就适中 所以注意到适中 什么叫适中 适中就是说呢 包含说公司要出多少钱 然后呢 这很明显吧 对 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再说什么 公司出了这个钱 那这样的人 到底能不能留得住 或者说呢 如果有一天 IoT部门要收掉的时候 现在招聘到的人 可不可以去支援其他的部门 注意到 在联发科来讲的话呢 这些产品呢 可能往往它会有很多变动 这是很常见的事 注意到 这也不是什么机密 我们来看看联发科的产品线 你可能很少看的吧 我们先来看一次吧 就是 你常常听他讲联发科的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 他产品多少人 他产品很多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产品 好了 放大 有没有很累 你以为联发科只做手机 没有 所以你看到 像什么天机 天机就是联发科的 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你可以购买 所以就说 联发科的旗舰旗 旗舰旗的 无线通讯 我们讲的是那种 5G的 5G 4G 那再还有吸力 那当然还有一些低接的 那些不同的手机 然后注意到呢 你大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那种白牌手机 为什么就淡化了 对没错 白牌手机这个色彩就淡化了 就是会用这个入门机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替代 那除了这一块的话 会有从联发科起家 是做什么 是做这种光碟 光学光碟机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产品线 做这种晶片 然后除了这一块的话 也会有什么 像这个 语音个人助理 这个就像那个智慧印象那种产品线 那最佳这个东西呢 在中国 这几年非常火红 说这一块的话呢 那个联发科呢 在大约在十年前 十年前吗 雷林说什么 好 这大概十年前 不好意思 我这数字很久没看 就大约十年前买下雷林 那雷林也是这个 台湾非常知名的这个科技公司 那雷林呢 被联发科买下之后 雷林原本的这个老板呢 就离开 就离开这个产业 他就去做这个 你可能知道 军医 经营平台的这个创办人呢 其实就是雷林前的老板 然后就是投身完全不同的产业 然后呢 这个产品线呢 就跟联发科就合并 所以你看到 就在画面中这个地方 像什么WiFi啊 或者这种系列的 然后再刚才讲的物联网 所以反而是说 像物联网呢 这个重点不确定比较高 因为你大概很难讲出 他一定怎么用 然后最麻烦的是说 他的量其实是很不好估的 像左边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那个销售量是怎么来的 就相当是从左边 到右边 这个销售量来讲的话 左边就是 KK级的 K就是 K你就算1000 有1000也有1024 看你用哪种基础 我们就用1000来算 什么叫KK级 KK级就是 K 乘以K 叫KK 所以就是Mega 那所以就是 手机芯片 基本上它的单位都是Million级的 就是百万级的 就是销售量 百万级的 好 那到电视的时候 它可能也是百万级 但是就说 可能不是一季多少百万 可能是一年多少百万 然后在 电视出货量 其实还是很庞大 就是像那种 就是我不能讲 确切数字 因为这是公司机密 但是就是说 可以讲的事情是 你如果去查 前几年联发科 有一则讯息 就是 你要早就找 联发科电视晶片 E 挤来 上E的E 那就可以看到一个数字 那注意到 新闻写那个数字 是有问题的 跟实际的数字 是有点落差 所以为什么不能 张贴那个讯息 不过 你大概可以 心留这个底 所以注意到 这些都是联发科的产品线 那你说 既然那么多产品线 会不会掉动 会 而且变动得很快 那例如说 像这个 联发科 事实上在 在十年前 投资很大量的资本 要做 做什么事情 要做电信等级的 网路 就是说 它不是只是 做手机晶片而已 也是想做 电信等级的晶片 那想要跟一些公司 比方说 Broadcom 华为 这样公司竞争 但是这种竞争 其实有它的难度 所以 你在画面中 现在很难 直接看到 它相关的描述 就是说 那种电信等级的 电信等级的那种 网路骨干 不是没有 事实上是有的 但是在画面中 很难直接看到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联发科 这几年也布局在 车用 车用市场标准 你知道 那个A-DAS 联发科 这个A-DAS 这个A-DAS 其实蛮有意思 这也是相对比较新的新闻 就是说 联发科 你可以看到 2009年开始 联发科 有一些这种新闻 最后看这种新闻的时候 要很小心 就是说 它的新闻 跟实际采纳的厂商 你可能需要 交它对照 因为有时候会宣布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联发科 是A-DAS 就是说 这个什么 多功能 视觉处理器 然后搭配什么 搭配这个车子 所以比方说可以把你说 自动的什么 自动倒车 自动停车 这都是 或者说 那种测距 这都是A-DAS 那其实在过去联发科 有很多这种 跟视觉有关的 不管是专利 技术部署 今天拿来做 做这种切入 但是注意到 这个市场不是只有 技术为 其实涉及到很多议题 比方说 你要怎么 如果出意外 怎么赔偿 然后 它的那些认证 甚至说 它这种系统整合 其实它需要说 就简单说 需要选边站 所以 事实上 这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换一个角度想 你如果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要很小心 就是要对照 看一些表情里面 提到什么场上 你就要看 林博克是不是真的 有在这里面 那很多时候 是林博克不方便直接讲 他可能就是 自己不方便直接发新闻 有时候会请一些 专门发新闻稿的 专门有些市场调查的 来帮他写 那写的时候 有时候写一些 比较插边球 也就是说 你懂吗 就是在写当下 可能那个地友 还没有弹下来 或者还在进行 所以林博克不能对外讲 那写报导的时候 可以把这东西 好像有些想象空间 那这股价就可以 对不对 就是 那 那么 注意到 我们今天 不是来窥探 公司的营营机密 所以注意到 不好意思 这个东西 听起来很精彩 就只能讲到这边 但是你要搞去的是什么 就是公司有这么多产品 所以这些产品 其实都需要有人做 好 那你想 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 印证的职位 通常是在做什么 然后 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通常 你去看到开出来的职位 通常不会说从无到有 去建一个新的部门 这种机会很少 通常也不会贴出来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 尤其以联发科 他可能就是已经什么 已经接到订单了 或者说他已经什么 生意上已经有谱了 或者是什么 就是他已经要 已经转型了 就是说 我从这个产品线 转到另外一个产品线 所以他已经 有很明确要做的事情 但是工程上可能 具体要做哪些事 还不清楚 就是说 在业务上 在产品的规划上 已经很清楚 他要做什么事 就要列出来 好 那所以 公司就会想这一事 再想上 就是说 第一个 公司要付多少钱 才能够让你这样 愿意在这家公司工作 接受公司的一些必要的规范 当然 公司要求你这些事 他当然要付出一些别的 比方说 要给你多少钱 底薪多少 然后你的加班费 或者说你的分红 搞出谁这种要有 然后再来 就是这些什么 公司要保证 我要付 我的成本是多少 然后再说我付了这些钱 给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呢 到底怎么样 他能不能 依据当初宣称的 就真的是 去比方说做什么 做这个ADAS 做这种 无线网路 然后呢 有一些什么 有些突破之类的 那他会不会说 做到一半然后就调查 或者做到一半 把东西带走 打包走 然后呢 就去进队对手 或者其他公司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奇怪吗 不会 你自己查看 光是在台湾就好 进行官司 你自己查联码科 然后官司 再给你一个提示 去找威胜 代表还有就是那个威胜 BIA 那你可以看到 那种官司很多的 而且 如果呢 你有办法查对案的讯息 注意到对案讯息 不能Google查 要用别的方式来查 就这种官司 也很多 好 那所以注意到 公司其实 聘用的人的时候 也会怕 怕什么 就是怕你说 就是把东西 东西打包 打包走 所以事实上呢 像很多公司 包括联码科 在内事实上都会去防范 对案的员工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对案一些规划 所以比方说呢 这一样 这也不是什么机密 在一些工作职位 其实有写 就是说 像联发科 有一些同事 同仁 他们就是 不应该看到完整的程式码 在中国的 不应该看到完整的程式码 但是你看 Android的程式码 非常庞大 Android的程式码 你会想到 这程式码多大呢 就是假设他的程式码 有70G的话 就是 假设70M 不是70G 70M的空间 那70M的空间 它其实能够看的只是一部分 可是编译程式的时候 往往要从70M 一口气编译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公司要有一些 IT要做一些特别事 就是说 我要能够让对岸的同仁 可以编译程式码 但是又不能看到程式码 所以联发科 IT还蛮复杂 要做这种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因为 很担心 带着程式码就做 所以这件事在中国 是很常见的 你说 那中国的法院在干嘛 这问题非常好 我不能讲太明白 但你懂 就是台湾企业 其实很多时候 是没办法 很积极有作为的 然后再来是说 就算不是台湾企业 就是在中国 中国那些企业的话 那你也知道 就是像广东 你如果在广东犯案 你在广东干了 干了讲那些不好的事情 你跑到什么 跑北京 你跑到上海 你跑到成都 有时候就追究不到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也说明什么 就是公司 其实聘用个人 其实不是只看一个能力 还会有特质 就是说 其实讲明白 就是能不能管得住 管得住 就需要一些手段 其中这个手段 无外乎就是 比方说 要知道什么是棒子 什么是红萝卜 当然有些人 不吃这一套的 所以有些人 公司就会比较小心 去标注 任何规模够大公司 都有这种事 这不是什么机密 只是说 讲出来 可能会让你觉得心里不舒服 就是公司会有 特别去记录 而且跟你讲 一样这也不是机密 就是这些记录 就是公司的人格的分析 这个是可以卖钱的 有些公司专门来收集同事 就是收集一个人在公司上的反应 或者说他的这方面的特质 注意到我们在台湾 有时候都讲一些 很虚幻的话 什么忠诚度 其实说真的忠诚度 它是一个很虚幻的词 我们其实在管理来讲会有一些别的术理 就是说 就是简单说 他的一个能力 跟他的什么 他怎么认同 能不能管理 他其实会有不同的 像当年那个捷克威尔许 他就有去分类 就是公司认同 跟公司能力 他去做一个四个象限 所以你看到 就是说 他的比方说横走是什么 横走是能力 重走是公司认同 当然我们希望招聘能力又强 对公司认同度又高了 当然我们喜欢这种人 但是这种人 其实往往是可遇不过求 而且有时候 你也限制他的发展也不好 但是呢 捷克威尔许他说什么 如果公司要裁员 要先裁哪一种 你想当然是能力差 对公司又不认同 不是 是能力好 但对公司不认同 所以这个捷克威尔许 他就有一些这种管理 当然注意到 那是一个说法 至于他有没有真的干 这一回事 但你可以知道 公司呢 他招聘了 其实多少都会看这些事 换个脚想 为什么台湾很多公司 很喜欢招聘的研究所呢 你自己也知道 就是很多研究所 神词外就这样 虽然我在大学教授 但你也知道 很多研究所说 他学的东西 跟最后工作的东西 都没什么关联 对吧 你自己想看 你看台湾有的公司 比方说联发科 你看我们刚才列出 那么多产品线 其实绝大多数台湾的研究所 很难去提供 对应的完全一模样的人才 对不对 你说有多少研究所 有真的叫IT设计 有啦 有叫IT设计 但是叫IT设计 可能是你懂啦 就是可能是20世纪的IT设计 不是21世纪 而且呢 现在是一个高度分工的 也就是说 公司要的可能是A-DAS的人 那你说 我们实验室 有在做影像处理 哦对啦 这很好 但是影像处理 跟A-DAS要的又不太一样 就是A-DAS计较了 甚至想要了解什么 要了解说 像那种车子的规则 还要了解说 它的反应 就是要怎么让它反应 是不是快 不是只是说 这个可以做什么电脑视觉而已 那同理就说 好 不要5G好了 联发科有好多职讯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好多职讯都是跟5G有关 但是你说 台湾有哪间研究所 可以教5G的原理 教5G机面怎么设计出来 很难啊 对吧 就是也许有 但是我真的没听到 对不起 所以你看 就是 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研究所 说真的很难 直接供应个人才 是联发科直接 就是说 就可以直接用了 往往公司都要怎样 训练你 公司都要去给你有必要的一些 缓冲 让你去在这个做中学 好 那所以呢 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呢 那为什么公司还是喜欢 照聘那个研究所的 因为说真的 研究所有一个好处嘛 研究所可以帮公司 可以过滤人 过滤什么人 就是想啊 有些人他研究所读不下去了 好 我讲我啦 就是 如果你叫我说 研究就是帮老板赚钱 然后那个 那个助教 一个小时 才拿到一个月 才拿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但是又要帮老师 改考卷出考题 所以有时候要帮老师上课 然后那个时候拿这个钱 不然就是 还要帮老师 帮老师写什么 写作文 然后你知道吗 就申请什么国科会 科技部计划 要写多作文 那有时候这个很危机的 那你说 叫我做这件事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对不对 我虽然我在大学教书 但是你叫我做这个研究生 做事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所以我知道当老师 对不起 我有讲干话 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是做不了那些事 但反过来说 能够做那些事 而且可以在两年内 或是稍微长一点时间内 可以完成的 那某个角度 公司会认为说 你可能是管得住的 或者说 我可以 在招聘的过程中 我就可以事先问 这个研究所 的某某人 这个研究所 正在就读 某某研究所的某某人 他怎样 我可以问谁 我会问他的指导教授 我可以请他的学长学姐 去帮我问 注意到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公司就是不了解你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 很多公司 虽然他要求是硕士以上 但是他不是真的 有对硕士有什么期待 你要 如果对硕士有期待 他应该讲什么 他应该讲说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软体工程的专家 我需要通讯的专家 我需要 你注意看 他上面就写什么 通常都写硕士上 硕士以上 但是他通常没有要求说 一定要什么能力 因为他没有指望 更多指望是特质 所以就这样 他能够在台湾读完 你就说真的 那个特质也蛮重要的 至少我做不到 因为就是 好了 讲更明白就是要乖 对吧 你不乖是没办法 在两年毕业 对吧 这个讲明白了 所以很多公司 其实他要的是乖的人 然后再来是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跟什么等级的人 在竞争的职位 就是我们在之前 有跟他讲过 就是说 真正的神人 是不会跟你竞争的 就算他竞争 公司也会反 所以他搞清楚什么 就是我是不是在这个 竞争的基础上 是不是个中上 好 那人家搞清楚就是说 所谓中上 也不就是你难力要多好 注意到 因为往往 你有机会面试 你要想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 可能不是来自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大学 比方说我是什么 东华大学 因为我就拿到 联发科的那个 印证的什么 印证的这个 不是 就是联发科的通知 说你会不会来公司一趟 所以你想 假设我不是一个 就是你看 东华大学算是什么 算是一个中上 就是说中等偏上 那它是一个中上的学校 但是它上面还有一大堆学校 比方说上面有一大堆中之辈的 对吧 所以你想 我有这个机会 代表什么事 表示什么 联发科很缺人 对不对 如果联发不缺人的时候 对不对 你懂吗 东华可能就不会被考虑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讲出来不好听 但是 你要去分析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件事 就是分析 分析公司什么样的职务 然后呢 因为公司急的时候呢 说是呢 你只要具备特定能力的时候呢 而且是跟公司要求 很匹配的时候呢 很可能可以突出 反过来说呢 公司可能不是要说 我又懂资料结构 又懂演算法 考试又很会 但是 写程式 要慢一点才会上手 就是我考试很坏 但是写程式要过于认生 因为我最近没有在写程式 对不对 你就先会这样讲 我最近都在忙碌 我没有写程式 但是你知道公司也会怎样 会有点质疑啊 对不对 就是如果呢 没有那么急的时候呢 是可以这样 是可以培养的 对不对 你就是像讲说 公司没有那么急的时候 当然是有一些学历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不认识的时候 就看学历嘛 学历是什么 10秒钟认识一个人 最坏的方法 叫学历 那所以呢 如果公司不缺 没那么急的时候呢 他可以慢慢看 可以挑到什么 挑他喜欢的 对不对 但是公司急 你想 你看 尤其像连巴克 最近呢 5G呢 获利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5G获利很好 对公司是很大要力 就是要招聘到对的人 才能够保持 他的竞争力 但是保持竞争力 谈何容易啊 对不对 就是第一个呢 我现有人 能不能再持续 就是现有这些主管 跟现有这些工程人员 他能 或者还有业务人员 他能不能这样 能不能在现有基础上 持续 持续什么 提升他的这个 销售量 这是一个难的问题 然后再次 你怎么知道高通 不会这样 不会杀 使出一个杀手箭 对不对 你很难讲 但是 公司就是这样 就是要找人 所以现在公司找人 就很急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些 以连发个预定 会看到很多缺 所以你要去想 这时候呢 就是对于 如果说学历 经历不是特别好了 反而这个机会就在这里 因为你就在搞清楚 你跟谁亲生 然后再次提醒他 再次提醒他 交易 就是面色本事 然后其实交易呢 还涉及到交涉 谈判 我觉得很无奈的地方是说 很可惜的地方是 我们台湾的教育 其实讲了很多很大机的话 什么德智体群美 对不对 我小时候觉得最大进化就是这个 教育来追求德智体群美 但是说真的 你自己看欧美的教育 你看台湾很多教育是学欧美的 但是看欧美的教育 谁跟你德智体群美 你告诉德智体群美 武艺均衡英文要怎么写 英文就是没有这个德智体群美 武艺均衡 没有这个词 没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我看到好多学校的理念 都没有这个词 那你看我们台湾出席 你自己讲 德智体群美 武艺均衡的人在哪里 中华民国 假设我们现在待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创立到现在 号称一百多年 你看过哪一个人 叫做德智体群美 武艺均衡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学者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很优秀的人 但是说真的 他没有一个是德智体群美的 所以想看 国家成立到现在 这么多人 你看我们华人什么不多就是什么 就是人多 但是你看 有这么多人 甚至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算进去 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算进去 你告诉我哪一个叫做德智体群美 武艺均衡的人 对不起 你告诉我 我真的没有认识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 就像我前读书 看到武艺均衡就很生气 我说 老师你告诉我谁是武艺均衡的人 那我既然不知道的话 我连一个典范在哪里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那我学P 对不对 就类似的 那当然你知道 就被老师教出去 对不对 而且讲个惨的 我妈妈是国中国文老师 这件事严重阁 对不对 其实老师的小孩 就会被老师特别关注 所以注意到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面词就是 交涉 跟谈判 所以我希望大家 想清楚这件事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面词的时候 其实这个交涉是很多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 如果你刚好发现什么 公司很缺人 像我这种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缺利的人 都有机会 这表示什么 我的机会在哪 再是什么 再是说 可能会有些高手会来竞争 就是略强的人会来竞争 但是他可能这样 他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答应 可是我不知道 你今天叫我上班 我今天就给你加班 对不对 这就是交涉 就是说 有些人他可能会三心二意的 对不对 你知道很多强者是这样的 三心二意 就是他就没办法立刻决定 但是我知道你很急 我今天就可以来上班 对不对 你说预计什么时候上班 今天 我进行以前有一次 就穿拖鞋 故意的穿拖鞋去面试 在最后关的时候 故意穿拖鞋面试 你知道全部人就吓傻了 因为公司要发off人 就是已经砍到钱了 那你说我穿拖鞋去面试干嘛 因为我知道我要跟总机里面试 我就故意穿拖鞋 那总机也是一脸慌张 你怎么穿拖鞋 他就说 他就这个 他就这个亏我 说很热 我说不是 因为我今天就来上班 我今天就来加班 所以我今天什么 我今天睡袋带好了 没有真的带睡袋 就是拿那种冲气 放在枕头上 我就跟他讲说 我知道你在考虑某某某 我知道你在考虑谁谁谁 但是我今天就可以来上班 你要不要考虑我 这就是教设 所以因为我以前没有 我以前没有 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历没经历的时候 就是这样谈判 当然你也不见得 一定要这么积极的去做 因为说真的 这不是好事 但是你要搞虑我说 你的教室在哪里 因为说真的 公司不可能 去一直等一个高手的存在 因为就算这个高手 愿意拿比较低的薪水 但是如果这个高手 没办法在一个时间内 回应的话 对公司来讲 也是这样 也是有问题的 注意到 征裁一定有低迷 所以你看 政场玩的地方是说 以公开比赛 跟公司征裁的差异 征裁会有很多要点 会考虑到社会观感 但是公司 公开比赛会有多要点 社会观感 还有那些公司 跟这种比赛的规则 但是公司征裁 他往往怎样 他可能会三心二意 就是这样 我就是 规格开很高 但是怎样 聘不到人 所以我就必须放低标准 或者说 上面就只是 我就是赶快要捕玩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 你想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我不建议说 大家去 面试一大堆公司 因为说真的 如果你面试一大堆公司 而且是乱枪打鸟的面试 那你想 假设你真的拿到30个职举好了 你该怎么做 拿到30个职举好棒哦 所以这不是说什么 台经交成 中央中正榜首 你听起来好像很酷 对不对 但是你想看 你要怎么跟这些公司拒绝 婉拒 你说这30个公司 因为你最后只能去一间公司 对吧 那29间公司 你要拒绝他们 你会不会得罪他们 而且你没有讲清楚 这个说真的会出问题的 而且你要考虑到一件事 就是这里面拒绝公司 并不是你讨厌他的 是这里面某个职务 你不想去而已 或是你再三考虑之后 你去选何之后 你可能比较喜欢另外一个公司 另外一个公司的职位 但是这问题在哪里 如果你当初拒绝的时候 没有讲好理由的话 有可能被公司直接标示 这是有可能的 尤其台湾公司 台湾公司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准备 但是这种准备做很厉害 你懂吗 他可能没有认真给你看旅游表 但是他那种心里的emotional emotional reaction 还蛮多的 我知道有些公司会干什么事情 就标 什么有不路用什么 讲得很重的话 所以其实与其陷入这种地步 不如搞清楚 就是你可能在什么 更早期 就是不要拿offer 才去拒绝人家 你把那个东西讲清楚 好 我们休息一下 8点50再继续 过程中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 请你提问 好 我们继续 那就是刚才有一个同学问到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 请你不要为了这个售机对offer 那注意到就是这问题蛮好的 就是国外公司 尤其跨公司 跨公司对发出offer被拒绝 其实多少会有一些处理 但是就是说 你要注意到在他们的面试过程中 往往会有就是只有这问题 就是如果你同时在面试其他公司请你列出来 或是说呢 如果你接受其他公司offer 之后还愿不愿意考虑到我们公司 反正就是他们会把一些问题问出来 因为台湾公司说的很急 就是 你应该常听到就是有很多公司 有些公司它的面试过程很长 像Google它会过好几关 但是台湾很常玩的地方是 有台湾很多公司的 它其实很急 就是要很短时间补完一个人 懂吗 所以有时候它就是 那些刚才那些问题其实都要问 什么问题 就是你在面试这家公司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面试其他公司 请你可不可以列出来 那其实很多像至少连发科 他来不及做的问题 就是他没有急 就是要聘用一个人 所以请你知道就是说什么 因为其实一开始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这导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说比较好的状况就是说 你适度的在过程中 比方说某些公司 你可能就没有那个意愿去配下去 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还是希望可以参加贵公司面试 但是我很可能不会加入 那请就是你懂事 就是你把这个意愿讲出来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 因为你说说我很珍重这个切磋的机会 或者学习的机会 这种你讲那个很好的词 要讲的比较客气之类的 或者说我最近可能要怎样 家庭因素 注意到不能说谎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很多 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家庭因素呢 比方说你家有些变卦 这叫家庭因素 这大家不要那么想象 但是呢 想要跟家里出去玩的 其实也是家庭因素的东西 所以有些就是不要说谎 但是有些东西可以调 比方说跟家里玩 所以导致什么 面试可能实际上比较长 因为我已经担任家人了 所以比较往后拖 不知道贵公司可不可以容许这件事 也就是说我本来应该是 我进入到第二关 我原本下周要面试 但是对不起 我可能要在三周后 那请问贵公司能不能接受 有时候就是用缓兵之计 就是说你不是直接去拒绝它 但是你知道这家公司 因为你要同时面试其他公司 所以有胜算你要让些面试 有时候你就用作还缓兵之计 但是注意到 中文你还是要陪家人玩 所以不能说谎的吧 你还是要陪家人玩 就是注意到 因为毕竟台湾那么小 你懂得吗 那些事件一定要真的有发生 但是你可以稍微调整 尤其调整动机 好 那有同学问得非常好 就是说这个 中文难度在连巴克的几百分之 几% 我一定说百分之百 或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注意到 我设定 我设定那个我的作业 并不是用连巴克的工作 为上限 而且你应该说 你会发现 即便有些连巴克工程师来写 我的作业其实他先写得好 因为我锁定不是连巴克 而且我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我希望中等的学生 都可以去连巴克 就是 就是我们 希望每一年都会有几个去Google 那当然不是Google跟连巴克 要直接去对比 那就是说 希望你有谈判筹码 你可以去Google 然后跟连巴克 说我要谈一个比较高的职位 这是可以谈的 或是对不对 你直接说我在连巴克是一个什么 我在Google是一个工程师 我可不可以谈echo9 对不对 就是我希望你有筹码 去跟连巴克谈 然后但是 我相信中等的应该都要能够去连巴克 因为现在连巴克真的确认 然后再继续 然后所以呢 请你了清楚 交涉 真的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都忘记了 交涉跟谈判 好 那么今天来探讨 今天这几个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 要一个策略 对应的策略 然后再次切入点 那当然你要了解 这个资讯科技产业 到底怎么回事 那这也是我开这门课 想做的 就希望也跟同学 再整理一下这个 这个报告 其实这个报告 有时候很生气 你知道台湾有很多单位 是公部门 公部门去干嘛 去探考台湾产业 你用关键资搜索 就可以找到一大堆 这种关于产业的报道 但是没有一个讲得清楚 什么叫讲得清楚 就是产业的地图 其实我要的东西很简单 直接给你看 就是我要的东西 这个很简单 就是什么 叫产业地图 什么叫产业地图 就是半楼体公司有哪些 系统整合公司有哪些 做软体服务的东西有哪些 对不起 我找了好几个关键字 我没有看到 哪一个官部门的报告 是干嘛 是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 就是这个 我要的东西不过分吧 对不对 而且你要知道 他们有很多单位 是拿了大钱 不好意思 跟讲多拿多少钱 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在学校是一个委托研究 委托研究可能就是一开始 经济物质多少钱 然后委托给某个单位 然后再委托给我们 所以你看我们已经从 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 我们就第三手这样 我们第三手都可以拿到台币 可能250万 所以你这样 哇 那请问第一手是多少钱 但是 就是拿那么多钱 也不会做一个什么报告 那我就生气了 没关系 现在没有怎么办 我们就自己来做 所以也许这些事情 我们还有一个产出 就是来产出一个产业地图 所以你要干净搞清楚什么呢 就是公司到底什么 有哪些类型 有哪些职缺 那你要想清楚你的轻一点 别要盲目的去准备 盲目准备说的人 他没有帮助的 然后再次说 人面试的这个 粗铁动机风格 尤其在台湾 很多人都一股脑的去刷利扣 注意到我不反对利扣 因为反正我不需要刷 但是呢 但是呢 刷利扣 之前你要想清楚这件事 公司到底重不重利扣 而且就算公司 说要刷利扣 但是他刷什么等级 你要搞清楚啊 对不对 就是比方说很多同学就说 我刷了200体 那200体里面有什么 什么100体是median 但是 结果怎么办 最后出题的时候呢 出很多easy的 那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你说你说你刷了两三百体 然后最后出题出easy 但怎样 没打好 为什么没打好 你说不是easy吗 为什么没打好 就算easy 你很多东西没想清楚啊 比方说 你看在外商面试的时候 要干嘛 要讲英文嘛 对不对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刷利扣 但是 英文的这个表达没有表达好 但是什么 但是人家要听的是你的解答 解题的方式 而不是什么 直接看到程式码 因为你想 就算你打字再快 你写程式也不可能 立刻就有回应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 在讲什么 这个面试 其实你要掌握15秒 跟30秒原则 15秒就要有回应 你可能没办法证明回应 但是就要回应 就让人知道 你有听懂 他在干嘛 那30秒要提出一个大致的解法 大致的方案 所以 你看哦 如果说你只是傻傻去写程式 你原则上不可能15秒内就会回应了 你就说 哦 我来写 不行 其实人家听的是什么 这题 用dp 用dp 这题 我们可以用递回 15秒内一定要可以回应 30秒 这个递回 切割成几个部分 用dp 我要先借什么的 这个condition 这个结束条件在哪里 这个表格是多大 不是这个东西 B-wise 就是人家30秒就要听到 而且更棒的那边一边讲一边写 那这个东西要练 但很多人往往都忽略人士 就是 头上刷立刻 他只是刷题目 你再想想看 叶文讲的什么 叶文告诉我们 重点上 打到人 不是花拳秀腿 其实叶文强烈建议大家回去看 就是你要搞趣的是什么 你要搞趣的是什么 你在什么战场 那叶文面对那个枪炮弹药的时候 遇到日本的那个 日本军阀的时候 对不起 叶文也是躲起来 你说叶文不是民族英雄吗 他遇到日本鬼子会怎样 躲起来 而且还怕去吸毒 对不对 好 没办法因为人生不 对不对 懂意思吗 就是你看叶文这种 对不对 他的这个武术高手 他也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的战场在哪 OK 战场 然后呢 但是我们今天会用一个方式来探讨 就是QBQ 有一本书叫 The 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 那么就利用里面的一些诉求 注意到那本书不是讲面试 它其实在讲一个什么 讲一个企业的管理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诉求其实很适合 很适合在这个面试过程探讨 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 不要盲目准备 所以你要搞清楚 很多公司其实不考立扣的 就是很多公司会考 写程式 但是他不是考立扣 那你讲 立扣的包含几个层面 就是说他会有这种 会知道说他会 比方说他会有涵盖 这个资料结构的 演算法的 涵盖一些写程式技巧 但是很多公司其实 还没考到立扣 即便是联发科 联发科有一个 我不能 我不能讲出来 我不能列出来 但是我可以讲 就是联发科有一个 常见的题目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不能用这观念试去找 就是用一些 什么必考题 或是考题 当个观念试去搜寻 你就会发现 那个题目呢 他会很长的机会出现 事实上就是多半的时候 都会出现 就是常常会出现 那所以你看 即便是联发科 他出的题目是什么 其实也是指标 也是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 那个西语言的一些 一些语法 之类的 其实跟立扣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 即便是这个标准 其实台湾人很多 都不符合标准 你就算把标准放低 放在说 我只要求对西语言指标 有一定的认知 我跟你讲 还是有一大堆 是不符合标准的 而且 你刷很多的DECORD 对于西语言的指标 不见得会熟悉的 因为很多DECORD 说真的不需要 对指标很熟悉 所以 这个要搞清楚 就是公司在意的是什么 像 刚刚讲到 联发科就在意什么 就是这种 比较low level programming system level programming 所以 你要搞清楚这件事 然后再来什么呢 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事情 就是很多公司呢 你看 这句话讲的这么长 对不对 只是讲这句话 就是很多人当主管 就不写城市 如果一个人当主管之后 就不写城市 那请问他面试的时候 怎么会面试你 OK 懂我的问题吗 所以为什么 这台湾很多科技公司 不考低扣 因为主管不写城市 那时候主管不写城市 因为在台湾的薪资结构 是你不当主管 就不会加薪 但是你当了主管 就要 开很多会 那开很多会 就没办法写城市 就是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 通常他们 没有说像 因为像有一些 国外的公司 他的做法是说 他会有 科技技术轨 就是说 你一直技术上很精进 然后另外一个是管理 就是两轨给你选择 但台湾来讲 通常只有一轨 就是说 你今天要加薪 我就给你升课长 课长 再给你升什么 副处长 但是你知道 官越大呢 就几乎没有写城市 所以你看到 这些人不写城市 他面试的时候 怎么面试你 他往往就会 形象有标准大 所以这里是什么 联发科 或是很多科技公司 他都有一个常见考题 因为呢 那个题目呢 其实是 要能够让HR可以批改 对 不要怀疑 HR批改 你们觉得很神奇 对不对 HR可以批改 所以呢 会倾向有标准答案的题目 而不是讨论 但Likon呢 其实很重要 是重要是在讨论 所以你看 完全是不同的准备方向 然后再次很多科技公司呢 甚至呢 他也不考什么系语员 他这个标准是提战力 比方说他现在就是什么 他就是 比方说 现在讲 可能就是 他是政府的一个承包商 那现在说 要做个疫苗的登记网站 那所以他就问你说 哦 你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开发经验什么的 就直接叫你作品 然后上 所以 他这些公司一样 他不只是不考Likon 他甚至连那种 基础程式设计也不考 那你看到你准备一大堆 结果人家要的不是这个 对不对 人家要的是说 哦 现在就要开发某某的需求 你有没有 那所以 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呢 最好是怎样 先打听 尽可能花你自己的人脉 或者说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请我来帮忙 就是 花那个人脉 去干嘛 去探讨 探讨说 这个 人家要什么 那当然 这个就是 就是 这有 这有一个我觉得 不开心的地方 就是 很多公司他们明明就开需求 但又不讲他要什么 但是呢 呃 这些人呢 尤其是主管 又愿意跟外界 接受采访的时候 愿意跟外界讲 他们要做什么 这有时候 这 这想起来很讨厌对不对 但是在台湾的公司都这样 就是老板会接受采访 会跟外人讲 他们要什么 但是跟自己的 跟应征的人 又不讲他要什么 对不对 这 当然 呃 我可以比较理解他们的 因素是什么 就是 不好意思讲 那你知道了 就是 就是 就是要你去揣摩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经验 就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会遇到那种 很多公司它会讲 讲究那种经验 但是注意到经验只是一个单方面 注意到单方面的过滤标准 它是一个参考 那最关键是 呃 因为很多人就看到说 我这个经验就是要什么 四年五年 经验 那我没有这么多经验 我可不可以去认真 那有时候呢 我们想的就是共识 主要 这 要完全符合 这些要求是很难的 你自己想看 像连方 它开除很多紫序 它里面都说要5G的经验 但是你想看 要5G的经验 其实很难啊 难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呢 呃 你很可能要待过 它竞争对手公司 对不对 而且待过它竞争对手公司 也不见得开发5G 对吧 然后呢 这个5G到底需要什么技能 你又不写 你又说 最好有5G的经验 那5G经验很多啊 比方说 像我自己也有5G经验 我的经验是什么 5G电财经验 什么叫5G电财经验 就是 刚刚讲过了 经济部交给某个单位 某个单位再交给我们去研究 所以这叫做什么 5G电财经验 因为它就5G什么 办公室的什么研究 分到我们第三手 说250万 我不知道第一手多少钱 那所以你看 就是我有5G电财经验 但是你说 这个东西呢 连方便收不收 显然不收嘛 对不对 你说 这 这 讲出来都很丢脸 对不对 但是这个 所以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它上面明明就写5G经验 但是你拿4G 或是3G的什么 3G的这个 想经验 来去写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所以这就是认定 双方有没有共识 然后你要注意到 在市场上有很多 就是那种所谓那种 10年工作经验 但是其实是 1年工作经验 重复10次 所以你要想 你跟谁竞争 你跟谁竞争 我刚刚一直问这个问题 你跟谁竞争 很可能你竞争的人 就是这种人 所以你现在要想清楚 你很可能跟这种人竞争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要戳破 所以让那个 让那个主管去感受到 哦 原来 同时有10年工作经验 跟3年工作经验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该选择 3年工作经验的 是因为那个10年的 很可能他知道 什么 1年工作经验 重复10次 那注意到这情况 你可以在面试的过程中 可以去引导 引导主管去思考 你不能当下直接讲说 其他的应论者 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 好不要这样讲 但是你要讲 引导他 好我们等一下 给你个示范 好我们来开始来 揣摩科技公司的直学 那注意到很多公司 像联发科 其实开的直学 就是你可以去对照 跨抗怎么开 我这边就不讲 跨抗怎么列 但是我就讲联发科 然后那时候列出来 有时候会真的 不知道在写什么鬼 就是联发科已经 像写得很好了 还有更糟的 我就不列了 我们来看一个 写的比较 就是写的比较多的 但是还是不清楚 第一个你看 就是这边直学 mediatek 注意到 mediatek有个网站 请你善用 可以去找他的直学 然后注意到 不要去看那个什么 104跟111这些 就是 就是为什么你不该 直接看104或11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 对104也好 对111来讲 联发科只是他 其中多客户一个 那所以呢 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些网站 他不会把联发科 当作非常之重要的客户 为什么 这当然简单 因为 很多公司可以开出很多直学 所以联发科只是111 或是104其中一个 一个客户而已 所以他也不需要特别去照顾 特别注意到这个点 然后再来什么 再来是 因为某些原因 联发科在111或是104 他们的更新速度不是那么快 所以你还是该看 这边列出来的 你是想个简单道理 就是说 简单是开在新竹 直接关掉了 那联发科是 先在自己的网站更新 还是先在104上面更新 废话当然是在自己的网站更新 对吧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吧 或是要重新开一个需求 或是增加名额 当然是自己的网站先开 所以注意到 所以从此刻 就是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104或111的能力上上 因为他们要照顾 是各式各样的行业的 不是只有科技业 科技业只是他们其中一环 他们要照顾的行业太多了 然后你注意到 104或111 他们开出的需求 有些有趣 比方说 他问你说 有没有机车驾照 为什么要问你机车驾照 跟鞋车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问你机车驾照 到底是这样 因为他有很多客户 104有很多客户 是什么 是货运月 所以问你有没有驾照 甚至问说 你们生过小孩 因为他有些行业是 不能生过小孩的 你懂了 有一些生理的结构的关系 不能生过小孩的 所以这个显然是什么 你填那个表格之后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冒犯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填过111 或是104的那个表格 有啦 我有填过一次 就是有一家公司找我当顾问 他叫我填一个什么 填一个那个 填一个那个什么 填一个那个 那个 领到 就是领到那个顾问费那个支票 所以要填资料 我填资料的时候 当下就有点生气 该不是104的表格 还好 不是 是那个 支票 收到支票的表格 领据 好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 那这个呢 你看 他的直圈 注意到我们列出来上个直圈 都是什么 都是embedded 或是system software engineer 看起来名字都差不多一个样 看起来清楚 那首先你看 他不需要有工作经验 他希望是硕士学历 那你看 这个硕士学历也没讲是什么等级 对不对 你看 你看 他的master 你告诉我 他这个master是哪个master 没讲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 这是台湾直圈比较尴尬的地方 对不对 你告诉我要master degree 但是 你又没跟我讲是哪一种 对不对 就是哪一种master 所以你看 这就是语言不详 要去传 不过你猜出来 他应该是什么 他偏好应该是eeks 就是职工系 资讯系 当然 执管系可不可以呢 可能也可以 但就是他又不讲 对不对 这是讨厌一点 第二个什么呢 你看他的工作 他说什么 要去支援联发科平台 那到底什么平台 又没讲 对不对 你是手机平台 电视平台 无线通讯平台 又不假 对不对 你搞屁啊 对不对 然后再是什么 再是 这几年有加 因为前几年来一个新的主管 所以对这件事很要求 就是这个 因为之前有些 对吧 好 所以你看 这件事表示有进步了 这个值得称许 值得称许 值得称许 很重要的讲材词 因为这几年很大的突破 就以前更糟了 但是你看 他说要去改善系统的效能 但是我又搞不清楚是哪个效能 对不对 你看 又没说是什么效能 是说改善功耗 改善多媒体的效果 改善安全也可能是performance 就是他的安全表现 也没写 所以这其实真的都只能猜的 然后你看 底下说 底下有写跟没写 都没什么关系 就讲Linus 你上面已经Linus 底下有去 有可能要去做Upstream 所以这边大概有个 看这个词大概就有这样 可以推销 连爱发科哪些平台是有Upstream的 这个问题很好 对不对 我们来找看 比方说来找什么 来找这个MediaTek 好 我们来搜索看看 所以来搜索MediaTek 注意到不能找MTK 要找MediaTek 好 我们看 他提前有讲到Upstream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Upstream 那这个COK是什么 COK就是Clock 那是这个SoC很基本的东西 然后文件我们先跳过 所以就是 这就跟硬体平台关了 所以这个就是联发科相关的平台 这个东西就有余思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查了 这个平台好多 比方说看一个MT8173 8173蛮有名的 看这个 所以你要去做功课 对不对 所以8173是什么呢 8173就是在平板 平板用的蛮多的 但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宣称为是最强平板 最强 所谓最强是相对 那这点发科相关是一个 就是你看这个用在平板的产品 然后 然后再来什么呢 8183 8183那你从名字大概猜出来 跟8173会有关系 对没错 就是 那8183的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用在哪里 用在Chromebook 然后呢 那这边呢 有一些事你要知道 就是说 像Chromebook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由Google去领导的产品 那Google领导的产品的时候 它会这样做 它就会先去找一些制造商 比方说 有一次它就选定 不要Acer当做制造商 然后呢 Google呢 Google就会去找 除了找Acer当制造商以外 它会去找极片供应商 比方说这一次呢 它去找什么 它去找那个 研发科 所以注意到 8183是为了谁打造的 就是为了Google 然后它的出货呢 是Acer 好 所以你看到 当目前为止呢 你看到什么 有这个平板的 还有Chromebook 就是一个 准电脑 准电脑的产品线 好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还会看到什么呢 还会看到说 像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什么呢 哎 这个东西还玩啊 7623 哦 7623是什么呢 7623n 那这个7623呢 是它的 那个 WiFi晶片 所以应该 哦 有可能 有可能是WiFi Asses Point 路由器 这些什么 这些 这些晶片 好 那所以这个有可能 然后呢 这个 对不起啊 你要花点时间做你功课 就是 其实比较快的方式是直接去搜寻Source Code 就是那个 搜寻Source Code 其实出现蛮多的 联发的这几年呢 对Niskun有蛮多贡献 然后 那但是 你要注意到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什么产品线 我们看到说像这个 平板 那也可能会有手机 然后呢 还会什么 还会有这个 刚刚提到 就是WiFi的 WiFi的产品线 那比方说 就我们来看WiFi好了 好 完全我 搜寻Source 我要找 Net 好 所以看到 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会有几个 比方说这个MT7921 就是WiFi产品线的 那除了WiFi产品线的话呢 像那个 呃 像什么 像那个GPU GPU也会有关系 所以比方说呢 这边会有个GPU的 对 GPU GPU 对 GPU 然后比方说这边呢 也会有跟 连发客有关的 那连发客有关的 像这个8183 诶 你们发现 刚刚刚有关系 对不对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平板 会有关系 好 那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呢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职却讨厌的地方是什么 让人愧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又不写清楚 对不对 你又不跟我讲什么产品线 不过 你看 从刚刚这个 有这个提示 大家可以知道 所以注意到 在台湾的职协人 要花蛮多时间在干嘛 在揣摩 所以为什么要开门课 因为 这些公司又不写清楚 他不是为了留一手 因为主管实在太满了 主管要花很多时间 开会 开会 赞开会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我上课有时候会讲一些 连发客的故事 注意到那不能入理的 但是就是说 有时候 有时候同学都觉得 鬼耻蛋 不信 不信 你自己去干嘛 去实习 去体验看主管多忙 你早上9点来上班 发现主管不坐在位置上 你早 然后 你5点半 你要准备下班的时候 发现主管还是没有坐在位置上 你都怀疑主管 是不是有来上班的 结果每次进入 不判过是往下看 你会看到什么 主管在上班 要不然再开会 就真的很多会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主管还是有写词词 你说什么时候写 就是开了一天的会 晚上终于可以来写词词了 或者说会发一堆E-mail 你有时候 在晚上11点 或是2点会收到E-mail 你说这现在干嘛 回家继续发E-mail 为什么 因为白天要开会 好 那总之就是 你遇到台湾的职训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传 好 然后接着 让很困惑的地方是这个 他不是跟你说 不用工作经历忙 但是又要有4年 你看 他叫Requirement Requirement Require是什么 就是我要你 这个 但是你又给我写prepared 这个很困惑啊 所以你说 搞不清楚 这些人到底在写什么 就是好 你要原谅他 因为他太忙了 你要知道 这句话可能是什么 他可能凌晨2点 赶快写一个需求 写出来 所以真的不能怪这些主管 主管实在太忙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 主管为什么忙 以后没有录音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主管忙 但是就是 这些时候很大的困惑 就是你告诉我 这叫Requirement 至少4年 但是又跟我说 这叫Prefer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又跟我说 不要有工作经验 好 那大家可以推敲出来 就是你去印证的时候 最好拿的是什么 你跟科农开发有点关系 然后他跟你说 Embedded Linux System 所以就说 可能你有见过一个什么 见过一个打案系统 或者说 有用刚刚的那个 讲那什么 树莓拍 你是可能在上面 有做的 有些什么 克制的 但是要4年 最后 这个4年 就是可以谈 就是刚刚讲 交涉 你不用傻傻说 我算一算有没有4年 不需要 比方说 你可以上我的课 把我的上课作品拿出来 听说 老师的说法是 这个课 虽然只有 两个学习的课 但是他可能 可能是有 可能有两年半 或是更长的 这个强度 老师说的 那请各位来检验 就类似这种 这就是可以交涉 然后你看 这边来讲话 另外一个有趣的点 又说什么 Android 这时候就好玩了 所以跟Android有关的话 范围又缩小了 因为刚刚讲 如果是刚刚讲 那个Wire Access Point 它是不是需要Android 它其实不需要Android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机制 它是跑一个平常Linus 或者是跑一个OpenWrt之类的 OpenWrt 就是说在那种 网通的产品 它不见得跑Android 但是它已经很久了 Android 大家猜得出来 这有什么关系 可能是 平板 可能是手机 当然有一部分的可能是什么 TV 不过TV的比例比较小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手机跟平板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准备方向 或是一些诉求就在这里 但是你看 就是这个东西 除了它多花一点时间 你就不用拆那么久 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想写那么清楚 或是没办法写那么清楚 然后再来什么呢 你买个直圈 就这样我们今天贴出来 直圈已经算清楚了 还有更不清楚了 然后你看 这个直圈跟什么 少于两年 诶 学士 诶你看对很多同学来讲很好 对不对 就说诶 不要 所以没有关系 可不可以 但注意到它看哪里 成都 注意到在中国都直圈 都是看在这里 因为在中国读研究所的比例没那么高 而且说真的在中国定位的关系 因为就是简单说有一个潜规则 注意到这是听说的 我不晓得是真的假的 就是第一支援叫国企 就是国家企业 第二支援是什么 第一支援就是像华为中心这种 就是半土企业 第三支援才是联发科开在中国的那些分公司 然后你找联发科技成都 最大就是在联发科在世界上是一流企业 但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很可能是一个相对中上 就它没有算顶尖的 就是有很多原因 总之就是联发科没办法 联发科很需要中国的员工 但是他没办法把最关键进行放在中国 因为刚才讲到的原因 而且呢 事实上它分好多的分公司 所以你看到在中国大陆的话 就有几个联发博动 嗨吧 在北京 然后呢在联发科上海 联发科有合肥 那联发科有这个深圳 然后联发科有这个在成都 所以显然这个职学开在哪里 在开在成都 而且成都是最近比较新的 那武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然后就像 这些巨点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 我不能讲太明白 但是你先猜得出来 可以讲的事情是这个 联发科在合肥 很早之前就投资了 这十几年 那为什么在合肥要设一个研发据点 因为它旁边有中科大 合肥中科大 中科大是中国前十名的学校 中科大 你可能不知道 你听到合肥的 这中科大是很有名的学校 而且这也是我在中国 中国第一次 第一次讲课的学校就在中科大 就是我在成大讲课之前 我就在中科大讲课 不过你也知道 只能选边站 对 只能选边站 中科大做的都我蛮好的 就是 但是我只能把它关掉 对 就是选边站 我在中科大讲课 就不能再成大讲课了 好 那所以就说呢 像联发科 为什么在合肥会有据点呢 因为中科大呢 可以供应很多学生 那最大他们工业的学生真的很惊人 就是会有那种少年班 你知道什么叫少年班 少年班就是那种 一路跳级跳上去的 所以比方说 像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 会遇到那种17岁的 17岁 大学毕业 或是 你懂吗 就是你17岁还在研究说要考什么大学 结果人家17岁大学毕业 或是大学即将毕业 你知道 头脑是不是有点空白 或者说 哇操这么优秀的人 来练发科干嘛 因为 因为他黑五类啊 懂吗 就是因为他家境有一些关系 不是家境不好的吗 是那种黑五类 自己去查 我不好意思讲太明白 就是说 这些人他没办法去国企 也没办法直接去华为 因为他们会有些考量 简单就是家里 是不是有共产党的份子 你知道共产党就是 平均每15个人 就有一个共产党员 但是 有些人他是 距离共产党比较远的 好 那总之就是说 联方哥在这些单位 要嘛就是客戶在隔壁 要嘛就是他旁边有 很有利的大学 像这个合肥 中会大就这样 那底下有一个 某一个知名的企业就在他旁边 那所以注意到 联发科做这个职权呢 他说他没有这个 不是这个 成都 所以看到这个成都这个职权怎么来 这个成都这个职权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他考虑都不懂 他就希望说 你可以早点来上班 所以你看 他要求就是工作线也不用太多 太多长了我 我不知道怎么管理你 而且我开出来薪资可能就是那个水准 所以懂你 有时候他限制两年 有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他要求这样 那你看 这边开了工作的职权就更有趣了 就是说 这个你的学识呢 是什么 是 W 或是美酒 你看这个 写了一次很含糊 对不对 然后你看 5G 你说5G软体开发到底需要什么技能 没写 对不对 是跟你说 跟5G软体开发有关 然后呢 底下呢 大概猜得出来了 5G软体开发里面会有一些Linus 所以比方说像 刚才提到什么Linus的效能 或是一些功耗的考虑 这也许在里面 但是呢 会有什么C Sharp跟C Plus 那不过再猜出来 这可能跟什么 它不见得是开发手机里面的软体 有可能是工具软体 比方说联发科有个东西叫烧录软体 不要怀疑 联发科烧录软体是很有名的 联发科的Fresh tool 这个东西在干嘛呢 就是说你 注意好 我不能列出 网路上找不到的 所以我今天可能找给你看 所以比方说呢 要有人去写这种东西 就是要去写什么 就是 你的手机 像我这支手机里面 就是联发科的晶片 那联发的晶片来讲 就是 你要能够更新认体 所以比方说 你可以用透过USB去更新 或是透过其他方式去更新 那就要有人去写什么 刷机软体 然后除了写刷机软体以外 还可能要写驱动程式 这个驱动程式就是说 像你用USB的线 这样接着的时候 接着的时候 不是会显示什么 会显示说 挂载一个储存空间 或者说 一些必要的资讯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写 对应的程式 它可能写在Windows 或是在MacOS上 然后不要怀疑这件事 这东西不好写 因为这个 任体更新 其实考虑到很多事 它不是只是任体更新的东西 它需要去做检验 甚至要去判断说 哪些东西是要排除的 然后它可能要做一些必要的recovery 所以看到成都这个工作 你会发现有趣 就是它可能会有手机开发的成分在 但是因为看到虚效 显然它不是放在手机里面的 但是可能是那些tool 所以这个C++也可能是一个什么 对应的tool 所以你看到这个直圈很难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很广泛 所以注意到 换个角度想 这就是所谓的万用直圈 各位信念 万用直圈 也就是这个直圈 它看起来很广泛 但是你准备的时候不需要很广泛 你只要能够有几个点 能够说服人家说你可以做 比方说你有这个你知道烧机的烧入认体的那些对应的流程 甚至你说你可以对那些USB对一些周边有一些认知 然后再来是说你如果对Linus Kernel的那些什么Devite Driver 有一定的认知 也是有帮助的 那这边顺便来打书 发现这个书是不用钱的 就是你知道网上可以点一点就好 所以比方说你甚至可以干嘛 你甚至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告诉人家 我其实阅读过什么书 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做过什么样的东西 你比方说你可以阅读说 这个什么Linus Kernel就不跟盖 然后做什么类似的东西 都可以 但注意到这就是万用直缺 所以万用直缺的问题在哪 万用直缺的问题就在说 万用直缺的问题就在说 是在准备不好准备 所以你必须至少说有体像可以讲得很清楚 因为它的开发方向 它不是开发5G最主体的技术 而是围绕在5G 不管是Android或是Solotour 这些都是它的涵盖范围 所以一样这也是很广的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直缺 另外一个直缺也是号称说不需要工作经验的 好但是你看 它写这个硕士 而且在台北 所以你会发现既然有确实 开在台湾很多直缺大部分都是要硕士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硕士的 就是你能够证明的能力跟硕士相等 或者你跟硕士相乖 对不起我讲的比较清楚 所以这也是可以说服的 或是说 因为某种原因 你没有读硕士 你可以把它讲出来 也可以 就是 你懂的是哪 就是说 通常退你家庭是最好的 就是说 我可能台大资工念到一半 但是因为我家庭出了一个问题 我需要赶快出来工作 但是不能说谎 你就是要想办法让那些故事只讲得通分 否则你知道说谎 要圆谎就很麻烦 所以我给各位的建议是 任何事件都不要说谎 但是前因后果可以调整一下 因为所以可以调整 就是每一个事件 独立来说都不能说谎 但是因为所以可以调整 对不对 比方说 你硕班读到一半 拿到离码课 要不要读下去 可能就不读了 但是你要说 我是需要这份工作 所以我考虑放弃目前的硕士 类似的 但是注意到谎 来讲话就是 因为公司不认识你 所以念硕班是一个方式 所以注意到 但是念硕班有个问题 就是会多两年 所以其实你今年就会工作 但是你为了读硕班 年后两年才工作 那请问到时候 两年后联发课股价 会不会相接待那么高 联发分红会不会相接待那么高 这是一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 比较好状况是怎样 你还是去争取 就是你可能没有是个硕士学历 但你考上硕班了 而且就是 或者说 你去报道 但是一方面也去干嘛 也去应征工作 你只要有个强烈理由 说我为什么没办法读完 或说我有个强理由 为什么现在要工作 注意到 这东西不能说谎 但是你要想办法讲得很好 讲得很清楚 好 那再来注意看 这个动作你看 他说什么 SOC 不过经过刚才分析 这次终于讲清楚 就早讲嘛 就Smartphone Smartphone就那几个 所以你看 像刚才分析Smartphone 就是这个 所以就说 这里面有几个呢 比方说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呢 那个 8173 8173 跟Smartphone就有关系 所以现在来讲话 就是这个 清楚讲Smartphone 那接着我们可以干嘛 就是要去思考 Smartphone在意识 Smartphone 比方说Android的整个 他算没写 但是你要懂 他说没有写Android 但是你自己想 你知道上面就跑Android 所以Android 有啦 他有写 Android总盒显然是要懂的 而且你一定要有个点 是人家可以打动的 你不能说Android 什么东西略懂略懂一点 不行 人家不是要这个 比方说你要能够跟GPU整合 比方说Android Smartphone Smartphone Flinger 那就是跟那个 跟那个他的 Window Manager 显示有关的部分 对不对 比方说这个 就是像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点 就是有一个部分是 讲清楚 虽然人家可能不是直接要 但是至少让人家觉得什么 让人家觉得你有足够认知的 所以比方说像Android的话 就是你要能够知道 他的个别子系统 在做什么事 就是你要能够讲出来 他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时间很短 所以这东西都要练 你不能说 人家会问你才去讲 你要练 Reason 大家有时候 你可以有一个很短的时候 讲出来 比方举例来讲 我曾经追踪过Android 的 System Server 那System Server 里面我追踪过service finger 我追踪到 где 比方说跟GPU 所以像Hclock 这因为像个商量 Mic 你可以多讲一些关键词 但最重要的關鍵是你要事先就要懂 我剛剛講的很多話你可能沒有聽懂沒關係 反正就是你知道大家就是那種不聊 就是我做了什麼事 你可以講比較快 因為一開始最主要是讓聽人說 你知道耶 尤其你是在讀書的 這事情有幫助的 那反過來說如果你已經在工作了 你就不能這樣講 因為工作話就要講得很清楚 說我的確對著什麼東西做了什麼厲害話 還記得我們上次有講話厲害話 你在讀書階段的時候 說真的人家聽到說 你對Android可以追到什麼service finger audio finger 可以追到那個像那個 像那個什麼那個 Binder 人家就覺得不錯嘛 那但是就是如果你已經在工作了 那對不起那就要講得更清楚 甚至像畫面中什麼Zygots Devick Art 它其實它的流程是什麼 你要能夠講清楚 那注意到裡面的射書不需要兩手空空 事實上你是可以帶紙張去的 注意到你是可以帶紙張的 但是你要瞬間拿出來 就是比方說講那個Android的時候 比方說畫面中這個 你就要翻出Android的地方 那你說這個怎麼準備 所以你要搞去人家不止 OK 因為如果是兩手空空去的 這是很不好的 因為有時候會講錯 有時候你發音對不對 像這個Zygots 就是 你沒有看到畫面 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Zygots 對不對 但是有這個畫面就是這個Zygots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它在幹嘛 所以就講面試跟重要技巧 不需要兩手空空 而且你在現在講 因為COVID-19影響 很多公司會改用線上面試 在改用線上面試的時候 你設置可以幹嘛 旁邊可以帶很多東西 你可以 你懂的是吧 但是在核四的時候可以去展現出來 這是重點 然後再練電子白板 就是畫圖 畫圖那個能力 那個要練 因為在那個白板上畫 跟在電腦上用電子白板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其實要練 不然就是 你先把一些必要圖準備好 這也是個方式 但注意到切換時間很短 大概就是兩秒左右要切完 兩秒三秒要切完 不能切太久 因為切太久 人家會覺得在拖時間 所以注意到 所以看到一樣 你看到這三個直圈 你會發現很有趣 這三個直圈很可能 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對不對 有可能是同一件事 有可能都是什麼 都是這對手機 對吧 有可能這對手機 但是第一個工作更多的時候 是針對什麼 是針對Wi-Fi晶片 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看 在準備來講話 你就要搞清楚 人家要什麼 針對什麼 然後看到 他們都要求說要什麼 要對Linus Kernel有認知 但是Linus Kernel如此浩瀚 對不對 如此浩瀚 我該怎麼準備 你可以看我有個課程 叫Linus核心設計 它是個非常浩瀚的東西 那請問你該怎麼準備 哇 這問題很難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再次又陷入一個困境 就是說 我們要學東西那麼多 我們要探討東西那麼多 那到底怎麼說服人家 我們該知道什麼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你要有個策略就是 我有個東西是本質上 我就已經很熟悉了 然後我在我的理育表 我在我的這個展現的轉眼 我就有個東西我熟了 然後再一個廣度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就是這個資訊科技產業 就是剛剛有個網友 有補充這個東西 但是說真的 這個東西我也看過 但是 不夠全面 就是 這個問題 這個比較適合 這個比較適合買股票的時候看 但是問題是 它沒有講說 它是這個 它的主要客戶是誰 主要客戶其實蠻重要的 然後但是它的產品其實都沒有列出來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個比較可惜 就是說這樣列其實是 買股票比較好看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職缺是哪裡 你看 上市櫃的晶片設計公司那麼多 但是 人們想去的公司可能就那幾個 而且它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比方說金星科 金星科上櫃了 但是金星科它在意的工程 軟體工程是什麼 你講得出來嗎 其實講不出來 所以我希望是一個 兩個維度的 除了這種比較偏那種 股票導向的 然後再來是說 它的主要的產品 然後它對應的這個職缺需要的 補向的能力在哪裡 好 那在這麼完整資料推出之前 對不起 那就將就將就完 好 那這邊你就可以教大家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我們來看一個 好 這個台灣 資訊軟體產業 那注意到台灣資訊軟體產業 這個報告其實 其實你不用很認真看 就稍微認知就好了 就是我們多公司其實是那種 那種 不管是製造或是那種標案 就是很多這種 滿足標案需求的 然後 然後 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說 它大概一個 大概一個流程 然後注意到台灣蠻多 軟體公司 就是所謂的我們說話叫SI 就是做系統整合 所以底下這邊列出來 有好幾家公司 就是做系統整合的 像什麼神通 宏基 大同 那當然他們自己 也會有自己的品牌 但是就是說 它更多的是這種 參與這種標案 然後注意到 這樣公司也可以去考慮 那只是說 你要想清楚你在這公司 有沒有你的位置 然後 這種公司為什麼 一般來說 它可能沒有辦法開出 讓你很亮眼的公司 就是誰這種 好 然後呢這個 直播哪裡可以 這個 好 既然你問了 我就 大發慈悲告訴你 這個很簡單 你看 這個不是我們直播嗎 直播的網頁不是在這裡嗎 對不對 然後這個Live拿掉 不就是Channel名字對不對 好 這個 這是Channel名字對不對 那影片按進去就有了 對不對 這樣就按進去就有了 大發慈悲聽個網子給你 好 就在這裡 好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9點40分 兩腰四動 哎呀 感謝網友 網友補充啦 神通呢 是我的客戶 所以 我也不好意思講太多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們台灣資訊科技產業 真的是 比較可惜啦 就是這種資訊 很多都沒有流通嘛 好 投影片的連結 投影片連結 粉絲專頁有 我看 就是 你 報名的時候會有那個 報名的時候會有連結 我們先 那個討論區又貼 好 好我們繼續 好 那接下來就來跟大家談 就是這個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資訊科技產業 你可以看到說像 這邊列出來 有很多是 這其實就有資料 我讓你知道就是說 其實台灣有很多產業 其實它有一款是 內需市場 就是標案 標案的這個市場 然後注意到就是說 這就是所謂的系統整合 其實各位也可以考慮 但是就是 你會遇到一些比較 比較 階級比較複雜的 然後再次說呢 你要轉職的話 會有一些限制 因為畢竟 畢竟你看 如果你的公司現在做內政部的標案 那你請問你要轉職到 比方說轉職到Microsoft 或是你以後想要去Google 那這種經驗有沒有太大幫助呢 可能就要想看 但是不管怎樣 我覺得 現在人說呢 如果說你沒有急著說 一定要多久以前退休 其實你不用急著說 我一定要 一定要怎麼走那個路徑 就是 因為說真的很多都希望 是那種 血統很好對不對 見北台台台 就是說你見中北 你台大台大台大 然後後來去什麼Google 很多人都從上認識 但是說真的 我開這麼課不是為了這樣的人 真正的高手 真正的天才 我是不教的 我也沒能力教 其實反而我有興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你一開始起步很低 越低越好 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你念什麼 什麼台北藝術大學的 然後呢 這個幹嘛 突然有一天你想要寫程式 然後你想要去挑戰什麼 挑戰 挑戰聯發課 就是我緊張去幫你在我有況的話 行情有力去幫你 就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教育目標是幹嘛 讓大家有能力 然後有勇氣去面對這些挑戰 所以為什麼我的Channel叫做Guts 你看我的Channel名稱為什麼叫Guts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Guts 對不對 其實不是說你過去讀了多少書 不是過去你做了什麼事 最重要是你能不能面對這些挑戰 我生氣的地方 對大學教育生氣的地方是什麼 就算是台大很多同學 他也沒有勇氣去面對挑戰 那為什麼就生氣啊 那我們納稅人給台大那麼多錢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種形式 好 那再看另外一種形式 另外一種形式的話就是 比方說這邊來講的話呢 很討厭的 那邊寫的東西這麼多 那你看喔 這個 2019Q1 就是2019年第一季 不好意思喔 我沒有找到那個太多中文 就是我想多找一些中文的 就是順便搞清楚那個 公部門花多少錢 好 那這就是那個2019年 那你看喔 當時你看喔 這個 全球前十大 注意到這個全球前十大 是什麼東西就算進去 是代工的 做晶片設計的 或者是兩者都有的 就算進去了 那你看到 Intel跟那個三星 就是前面是 然後台積電 那當然台積電這兩年 有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那當然 但是沒有反應到這邊來 因為是2019年 然後注意到這個 這個洗牌呢 其實是真的是很快 你看喔 現在講話呢 就是真正日系的 就是日本體系的 其實只有這個 只有東資 那但是事實上 在20年前 日系的這個體系 還是很大 那但是就是 就是這個版圖改變 改變很不一樣 然後如果說 我們看那個晶片設計 晶圓代工 那你看喔 這邊的話 就是19年 注意到19年年的時候 那你看喔 如果你對照看 今年或是去年 其實聯發科那個 排名就大幅往前了 那你看喔 那你看喔 這邊就是 鋪康康康 NVIDIA 然後聯發個第四名 那他們是MD 然後 那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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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什麼 跟MD 就是 就是要合併了 所以那個排名不同 然後再是 馬威爾 那台灣的話就是 Novatec 跟Riotec 然後 然後 所以你看喔 就是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這裡面的那些產業 就是有些 再來是 這邊的話就更詳細 告訴你說什麼 他的那些 他的那些形態 就是說 他用在哪些領域 其實這個 這個也蠻關鍵的 因為其實蠻多人 是 蠻多人是 知道台積電 知道聯發科 知道聯勇 但是搞不清楚他在做什麼 然後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很多職圈呢 其實都是開這種 尤其台灣公司 很喜歡開這種萬用職圈 就是 像這個 這個職圈好一點 沒那麼萬用 但是其實還是語言不詳 Linus Code很大 你也告訴他 他著重哪個系統 其實多半呢 通通台灣的台灣公司 要不就主管沒空寫 要不就是 他不想更新 因為改變太快 因為有時候呢 一個人 能者多老 你知道吧 在台灣其實能寫 就是其實這邊碰一下 那邊碰一下 其實很多職系統都會碰到 但是對應徵來講很不好 對不對 因為你又沒有講說你在意什麼技能 你又反過來說 我們來講跨抗好了 講那麼久的東西講 來講跨抗 很好找 跨抗Jobs 然後最後我們來找找找找給你看 一樣我們就找這個什麼 Software engineer Software engineer 給你欣賞一下 就是跨抗的這個差別 不管是跨抗也好 撥抗也好 其實他的職學其實都開的還蠻清楚的 然後比方說我們來看看 就是找一個比較接近的 好 室內追耕 欸不對 就是做技術之語 室內追耕 室內追耕 欸這也可以啊 這個 嗯 不好意思啊 跨抗的職學很久沒看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找 應該是比較詳細 好 所以你看喔 跨抗的一個特色是什麼 就是他的職學其實他直接跟你寫產品線 比方說Stature是他的一個什麼 他的旗艦旗的產品 就是他的一個產品線 那這也是跟聯發科也跟大家不同 就是 就是 欸 可惡在幹嘛 抱歉啊 太久沒 太久沒找工作了 好 欸不對不對 這是 是什麼呢 奇怪 可是網易改版啦 奇怪 等一下喔 讓我們學一下 奇怪 應該這樣可能找不到啦 欸真是 真是奇怪欸 工作描述看不到 好 你看喔 就是說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可以去列出那個 列出他的那個工作 好 所以比方說呢 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就列一個跟剛才比較像的 就是 好 你們注意到一件事了 就是他其實呢 就列的還算蠻清楚的 就是他就 會分 你看 像這個人就在講嘛 跟人家講說 Cameral Feature Assistant Engineer 都不要回應 他的工作就寫得那麼明顯 他就是QuarkCard的什麼 Semiconductor 你知道QuarkCard其實是一個 他是一個集團 他裡面 毛利最高的是搞legal的 所以就是那個 公司最賺錢的是legal 但是晶片他也做 晶片的毛利就比較低 然後但是呢 不管怎樣他的這個工作的職確呢 你看一下他的那個職務 其實就寫得很明顯 就不會像連連帕跟那樣 所以 多半時候因為主管太忙 或是 因為寫太明確有時候 撤銷比較麻煩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登跟不登 那個撤銷 然後你看喔 他這邊來講話就是 這一樣也是5G的 這就是5G產品線的 所以剛才列出來的職確 有可能他也是要做Cameral 但是 他就寫5G 好 那你看喔 他上面寫什麼呢 他上面寫什麼 就是說 他就要考慮到 下一代的Cameral的功能 而且他們在於是 Pixel Quality 或是Image Quality的改進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 我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 怎麼做PQ 那做這個PQ 或是說做這個DSP 跟GPU去改善什麼 改善它的表現 所以 比方說你的碩士論文 或是你之前研究 是用GPU去強化那品質 或是用它的ISP Image 就是那個 Image的Possessing 去改善它的品質 那有很多這種研究 那這其實很適合 對不對 然後但是你可能要去建一些 新的一些Prototype 特別是搭配它的AI晶片 你知道Snapdragon它有 他們自己上面有 跟內神經網路有關的加速晶片 那神肯的這個工作 就跟這個 是需要展現的 然後當然是 你要去 做個軟體工程師 你就要去能夠怎樣 去改進它上面的整體表現 所以不是只是把上面寫 地方轉換 上面可能應用程式 或是相關的重要系統 你要去做 然後當然是像這個 Tower consumption Memory consumption 還有一些晶片 晶片的區域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的話 你看喔 你看 Basual Qualification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就寫了 沙丁 對不對 就是說 System Engineering Hardware Engineering 或是相關的工作 然後你看喔 上面來講話就是 這個東西是非常大的學問 所以基本上 你要有工作過的經驗 才有辦法寫 做這種 就是它的那種 Image Quality Tune 因為這個東西 考慮到很多議題 我現在直播的時候 燈是不是打開的 那如果說我現在把燈關掉 對 你看 你看 我現在把我那個 我其中 我房間一盞燈關掉 所以你看我的臉 就怎樣 臉就比較 比較黑 然後輪廓都不清楚 然後呢 但是我再次打開的時候 你看我的臉 就可能這樣 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所以像這種 就是它需要有一個方式 去做必要的Tune In 好 然後所以呢 你看喔 一樣也需要Android 但是你看這個 跨看風格 跟聯發課的風格 就不一樣 對不對 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我後面還有那個prefer 對不對 所以人家prefer是寫在這邊的prefer 不是寫在那個什麼 先寫個requirement 然後再寫個prefer 那主角請你原諒 聯發課主 因為他們真的很忙 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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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忙很忙很忙 很忙很忙 所以空虛 改這個 那你看 你看看 底下什麼 喔 什麼 竟然什麼你啊 OpenSea 也要 所以這個主角prefer 就搭配上面的情境 所以顯然什麼 你就是真的要做過一支手機 OK 就是照他的期待 就是你真的要做過手機 然後呢 幹嘛 就是 但是他隱線有哪些東西要加強的 然後你看他的 你看他對學歷的要求呢 其實是什麼 他學歷要求是 可能 其實他的 他其實學歷要求是Master 但是呢 他Master呢 其實就取得很清楚 就是說他要是EECS的 那主角好 聯發課很多職權呢 他跟你說要Master 但沒有跟你說哪一種Master 注意 這是故意的 因為有時候學的太平白 會篩選到想要的人 或者說 因為那有時候是給你 跟你去 競爭的 然後給你去爭取的 就是說假設你的能力 你覺得你大學的能力 不會輸給研究所 你有辦法提出這個例子 那其實可以說服聯發課的 好 那後來就說你看 誇張寫這個東西就很清楚 他不是只有這個職權 他有一大堆職權 那就是光是你看 光是在台灣 其實列出來職權 蠻多的 七十幾個 那這也是我希望 我們在這個講座 這個系列講座 需要讓大家了解 所以你看 不要只看聯發課職權 應該連高通 甚至連Google的職權一起看 因為這些公司的距離越來越小了 Google現在也是一家IC設計公司 Apple也是IC設計公司 現在其實這些公司 你看 Google Apple 甚至Microsoft 他們都有經驗設計公司的職權 而且他們都有相關的 semiconductor的期待 其實都有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職權 不要只看一家 雖然你肯肯只能先去聯發課 這OK 因為聯發課也需要你 那你也需要聯發課作為一個 作為開場 但是也許你可以挑戰別的經驗 好 總之我希望大家對這個 一定要對這個產業有足夠的認知 然後再來是 你在台灣會有一些東西 對你會有幫助的 就比方說PTT的Tech Job Soul Job 我想你會知道這個 講座應該都知道這個 你可以去對照這些公司在意的 所以我未來可能就是 在沒有錄影的時候 我會來講這幾個公司的需求 然後列出幾個 我們知道我同學會有作業 那作業的話 其實有關就是叫你列出他的需求 照我剛才的方式去評比說 這個需求在哪裡 尤其台灣公司很討厭 就是你懂 學校花瓦神去傳聞 他到底要什麼 他現在主力的晶片是什麼 如果進入這家公司 應該會做什麼 就叫你去列出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這個很重要 因為台灣很多公司 就不能顯得明白 有很多原因 很多公司甚至不知道自己 直確寫那麼不清楚 對不對 對對對 Google也在開直確 對對對 這個是之前教的同學 感謝這個同學 我們之後也會有一些方式 讓大家跟過去的同學 各級的學生有些連接 好 所以這個看 這個直確也是 其實也寫蠻清楚 你可以教他對照 好 然後我們再去看 接著呢 來做什麼 來跟 講那個核心訴求 好 那這一樣呢 也用以前同學的那個投影片 我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希望說 讓大家真的過得好 你過得好真的 就會回頭想要去幫助 身邊的人 幫助你的學弟學妹 幫助這個學校 好 像這位同學呢 就是 他已經不是同學了 就是我教他的時候還是學生的 好 然後他現在在Google工作 好 然後這個過去呢 這個郭志玄在學校的時候呢 他是喜歡去參加城市競賽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競賽的成績又不夠好 就是你看到 拿到第二名跟第四名出證的 這種人還蠻多的 然後懂嗎 所以你不要被那個第四名 第二名騙到 其實 其實 競賽真的蠻多的 而且全台灣你知道 尤其現在那個什麼 寫城市也可以列入大學爭選的條件 所以其實那個競賽 其實說真的 那還好 所以現在有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光靠城設計競賽要脫穎而出其實很難 好 然後他過去呢 也在這個 某志亞工作 然後後來到這個Google 然後我們看他的那個旅力表 最大支是2014年的旅力表 他現在如果要寫的話 就會寫得更清楚 但是他在2014年的時候呢 寫出來是這樣 那也給大家來討論看看 這哪一個不足 我們看到 郭志軒呢 他是從那個 大學部到碩士班 都是在成功大學的執行過程系所 然後 他的履歷呢 他其實寫了兩頁 注意到 你看喔 這寫兩頁呢 你可能還沒看完 但是我一邊看一邊批評 其實說真的 這寫那麼多 看起來很多對不對 其實 你可以濃縮一頁就好了 為什麼要強調濃縮一頁呢 這很重要 因為說真的 一個履歷被看到 大家平均來說 過去我的經驗就只有20秒 所以20秒 要讓人家捲夜 其實不見得有人會去檢驗 所以第一頁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你看喔 中間其實滿多空白 你自己看喔 就是你現在目前 就是如果你有戴眼鏡 你把眼鏡摘下來 那請問你眼睛的焦點 你把眼鏡摘下來 你看得模糊的 請問你 你哪邊看的花最多力氣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右邊 就是你很多目光會集中在右邊 但其實右邊還好 右邊沒那麼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右邊那麼重要 因為 就算看到你的網址好了 你認為人家20秒 真的會去點進去看嗎 不會 所以注意到 你沒有 把清楚的地方整理出來 所以其實這邊空白是很不好的 而且空白完全可以擺上去 但是我喜歡這個配色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漂亮配色 清楚就好 好 來交叉來對照 聊聊看別的 聊聊給你看誰的 好 看我的好了 我就是讓你 我一樣有空白 然後 而且我知道就是說我應徵的工作 不會是junior 會是比較senior 對吧 所以我應徵的工作是比較senior 所以senior它有個好處就是 我的簡歷會被比較多人 看的人會時間會比較久 但是我還是要講的必須重點 就是說 我跟你講 Imbed system 然後或是real time 作業系統 或是hyperwise 然後過去的經驗也可以說明這些事情 所以你看我的技巧是什麼 就是我跟你講說我這個 我過去的技能 然後底下就是我的經驗可以 佐證我的經驗 那最大的 因為我是一個應徵一個senior 或是一個甚至是顧問的 顧問職位的 所以對顧問職位來講 就是 就是簡單說 我這個職位能不能去說服人家說 我做怎樣 所以不要說 不要說像這個 我在黎巴克的時候做什麼事 然後在工業做什麼事 然後那個 在台打做什麼事 注意誰這個 然後可能一些 對應的一些什麼參考 就是我過去做的東西 然後那個專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今天是20秒 像那個同學20秒 所以20秒最好就是這樣 就把它塞進去 然後有些字你可以用一些技巧 比方說一個斜體 或是用一個 調它的分段 所以比方說 你要注意到 這個區域 右邊的區域很重要 因為人家眼睛少的時候 比如說右邊區域跟左邊這個區域 就簡單說中間還好 但是就是說你可以用那個 換行的地方 比方說這邊如果換行的話 那這邊可能就變很重要 這件事 就是如果這邊換行 所以人家自己讀的時候 比方說這個list 這個program 你會發現你眼睛會瞄到這邊來 就是如果換到這邊的話 你眼睛會瞄到這邊來 所以你就把一些重要關係 擺在這邊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人家在意的東西在哪裡 人家在意的地方就是 就是你要能夠呈現出來 然後你看這個同學 所以他很寫很多東西 但是你看 他寫那麼多東西 說真的 比方說他的研究 說真的他現在的工作 跟他過去的工作 說真的也不在意他整個人幾乎都 這個郭同學 郭志軒以前 在成他讀書的時候 花很多時間在做這個研究 我知道 但是對不起 人家對這件事沒那麼在意 那反而人家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是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就是什麼Linus Kono 還有什麼經歷的 所以這個東西反而可以多寫 然後就像那個系統管理 說真的你要看工作 就是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放列在第二頁的附路 或者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來是競賽呢 因為說真的這個 這個其實也還好 你知道嗎 這個數字 就是說 不是說他的 不是說這個同學他努力不夠 因為要呈現你的努力 其實很不容易 所以注意到呢 像這個東西呢 其實可以把它擺得比較前面一點 然後可以直接整個在學歷也可以 就是因為畢竟他在選擇階段的比賽 然後關鍵的地方是 如果說他今天是要應徵0%的話 那有些東西就要顯得清楚 像這個 Cortex-M跟拖券 那反觀來說 如果是在Google的話呢 就可能一些像 一些演算法的 而且像Google來講 有硬體的 一樣這個東西也是關鍵 像Google Google Home 那 Google現在其實在台灣 有滿多職缺 都是跟硬體有關的 就是像Google的那個什麼 除了剛剛講Google Home 那Chrome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跟硬體有關 所以一樣 一定要去展現跟硬體有關的職務 好 那這個同學呢 在過去呢 他也其實應徵滿多公司的 我們直接來給他看 就是 寫程式呢 其實他不見得是最 我覺得也不是最難的 有時候呢 是那個跟人資談判 就是人資談判 其實那個是很關鍵的 因為其實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喔 你會覺得 你可能會覺得跟人資聊天不聊 但是這個蠻關鍵的 因為人資可以決定 人資沒辦法直接把你刷掉 那人資可以決定說 先讓哪個主管開始 所以注意到 注意到其實不要得罪人資 而且講話呢 其實很關鍵 要引導他說 哪個東西可以做得特別好 好 不要說像這個職缺 一開始開的可能是一個萬用職缺 也就是說呢 其實到底具體到哪個部門 其實沒有搞清楚 但是你強烈透露出 你對camera很有認知 甚至呢 你可以不經意的透露說 喔 其實我現在也在跟高通在面試 跟camera有關的職位 但是我還是希望可以 試試的再聯發課 所以你懂嗎 你要給人資有些提示 其實人資他不見得可以了解 這些關鍵是背後的意義 尤其台灣的人資 但是他可以了解大概哪個系統 或是說 其實他聽一聽更是WiFi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你是要跟大家提示的 然後你不需要把你會的東西 都講給人資 因為人資也不在意 人資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要分配到哪個部門 所以在注意到 這個其實蠻重要 然後再來是 自我介紹其實要分兩種 一個是講給人資聽的 一個是講給主管 而且最好是針對主管 分門別內去講 當然最好你去打聽主管到底什麼背景 然後再注意到就是說 扣掉那些Google 或是一些像亞馬遜這些Y商 其實說真的那個LiCo 刷LiCo其實沒那麼多 其實多都是沒有刷LiCo 那像至少以聯發科來講的話 比較多的就是像作業系統 或者資料結構演算法這種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蠻多的 好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他之前遇到寫程式的一些問題 說真的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至少聯發科好像沒有考太平難的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花太多時間考寫程式 所以注意到 他不是一個比賽 注意搞清楚 他不是比賽 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交易 所以就是其實像很多公司 像聯發科他其實 因為面試時間那麼短 他也不想拉長 因為面試時間拉長是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主管 那面試時間太短了 對不起公司對不對 你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幹嘛 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分析這個人 所以這個對老闆也不能交代 所以這個你看其實很多公司 像通常說聯發科在內的公司 其實他根本不會考太難的題目 你看竟然考什麼定個list 那這邊比較有趣的地方是群輝 群輝呢 因為裡面有好幾個台大志工的人 那這個台大志工的一些主管 他們對寫程式有一些 額外的要求 所以他們要求我覺得偏高 就是至少比聯發科要求高 就是到底聯發科跟群輝 哪個心智比較高是一回事 那就是說 這兩個上班時間不同 所以其實不能直接比較 因為 其實聯發科底薪不能算高 有很多是靠分紅跟加班被撐起來的 好 那所以注意到群輝裡面 因為有很多台大幫 那這幾個台大志工幫 其實對這個程式要求蠻多的 像 像這個 郭志軒在群輝也是吃了兩次虧 就是他被群輝拒絕了兩次 好 然後 那這個寫程式 寫程式就是說真的 你要在短時間去探討一些議題 好 這不容易 而且真的是要練 不是只是練寫出來 是要能夠講出來 表現出來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講的表現 不是只有寫程式 因為你寫程式 就是寫在紙上 對不對 或是可能會有什麼線上測驗 但是現在不一樣 是要一邊講一邊展現 這個蠻重要的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好我們來看一些 就是像 聯發課在意的技術問題 聯發課在意的技術問題 其實有很多是跟那種 作業系統跟計算機結構有關的 這也是為什麼 當初我要幫學生做模擬面試 因為 就是你知道不甘心嘛 自己在課業要求那麼多 結果學生呢 去丟我的臉 好不不不 就是學生沒有 沒有把這個招牌扛好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很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學生 所以我就知道 幫學生去做模擬面試 因為 你知道吧 就是有些同學做作業很認真 做我的報告也做得很認真 但是他沒有講出來 所以你看 像那個聯發課的你看 他念的題目大概是這些 對不對 你們發現什麼 Virtual Memory 其實這寫了什麼 跟那個Android 跟Lins 科農有很大的關鍵 所以Virtual Memory 一般會問你什麼 就比方說問你說 怎麼做Memory Translation 問你說TLB的作用 然後DMA DMA要考慮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呢 尤其在多核 多核處理器上 要考慮到什麼 DMA 因為DMA是跳過 跳過CPU 那如果跳過CPU DMA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在多核會遇到什麼問題 會遇到CMP的問題 會遇到很多核 所以其實你都可以用 關鍵詞搜尋可以找得到 DMA其實有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繞過 繞過那個 CPU 所以呢 DMA在做事就是說 比如說周邊對周邊 或是周邊對機體 對不對 就是完全跳過 不是完全跳過 大部分都跳過CPU 只有在發生失敗 或是完成成功 成功的時候才會通知CPU 那這時候呢 就會導致什麼問題 就是導致說呢 每一個核 它可能 它可能得到的內容是舊的 所以需要一個特別的機制去幹嘛 去更新 比方說會有個機制像 暗的話有個機制叫ACP 所以這個ACP這樣的機制呢 就是 就是在多核處理器 能夠去更新 搭配DMA control 去更新特定的什麼 Cache 跟特定的機體內容 所以這個其實是什麼 這就是很可能會問的問題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還有一些測謊題 測謊題就是 你宣稱你有讀過大學 但是我們要 就是要去測謊 所以問你Pipeline 問你Super Skater 問你說那個 問你說什麼 問你說那個 Pipeline hazard control hazard 這種東西 那注意到呢 最好你在回答的時候 不要只是被書上定理到 比方說呢 呃 你最好呢 就是講那個 再講多一點什麼 就是 我們除了講DMA 那你可以 像剛才的DMA 你可以講到ACP 說 以案來講的話呢 就會有ACP 人家就 對不對 有點認知了 ACP 然後呢 你講ACP以外呢 你還可以幹嘛呢 AC ACP 那個 NCQ 不知道的話 後面就加那個關鍵字 加那個什麼 加那個 加 欸 我看我之前沒有寫這個教材 欸 想不起來 好 等一下 讓我想想 我放那裡 ACP CodexNine Nine 讓我看看 呵呵 很久沒看了 好 這裡 所以 不要說呢 你就可以講那個什麼 你就可以講那個過去的經驗 就是 所以注意到 尤其像那種 連帕克面試的時候 你最好不要說 人家問什麼 就直接問你什麼 直接回答書本上的答案 你可以講說 像畫面這樣 就是說 因為CPU不知情 因為透過DMA去搬動機體 所以怎樣 所以這個cash沒辦法更新 所以在我們來講話呢 就要怎麼 就要能夠去處理 如何處理 那個cash memory的頭部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講說 以我過去再trace認識可能 注意到我講的話 是用trace 因為你沒有改扣 所以你沒有改扣 那是可以講 它大概流程是怎樣 那這東西怎麼做呢 會怎樣 那如果說你剛好有 研究過裡面sauce code 而且剛好有改過程式 甚至你有貢獻過Linus kernel 嘗試貢獻過Linus kernel 那你可以講的更多 就是可以多講一點 所以注意到 今天人家問你這問題 你不需要衝最多的題數 面試是什麼 是interview 它不是考試 interview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inter跟view inter是什麼 相互的 view就是觀點 所以你看到其實你尤其在 連拍後面試 你儘可能一題多講一點 就是當你有把握多講 這樣就可以讓你 準備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 假設我的準備不足的地方 是演算法 你要問我說什麼DEP 對不起 我要想一段時間才想出來 但是我對計算機結構 對桌雄夠熟 所以我花更多心思在這上面 讓他原本要問演算法問題 甚至想要刷一題DECO 那沒機會刷 因為面試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你其實可以多講 但是多講 講的時候最好都是怎樣 就是有根據的 甚至可以把以前的作品拿出來 所以你的鋁錶錶 你儘可能塞在同一頁 然後後面是附錄 說我過去在做某某系統的時候 我其實有研究到這個DMA的部分 那同理DEDAC 就是DEDAC 你會照著以前考試的時候 你會回答什麼 DEDAC發生了四大衝掉條件 然後就背下來 接著是最差的回答 你可以回答怎麼回答呢 說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剛好怎樣 最近也在研究定斯克 或是最近在研究Android的程式吧 我剛好發現裡面有一個DEDAC 或是剛好發現什麼 剛才在解決 那我也去關注 你可以做個引體 然後接著再把剛才 該回答的東西回答完 那你再說 我再回答我剛才講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 附錄2 其實就是我過去 其實在解決定斯克 可能有問題 那除了這問題以外 我還花一點時間去研究什麼 就是多執行序的 這些是什麼 Static Analysis 對不對 當然你要有研究過的嘛 所以比方說 Static Analysis 所以注意到 面試其實是怎樣 你在interview過程 盡可能去導向 導向你有把握的 這其實其實蠻關鍵的 讓他意猶未見是好事 然後當然有可能 面試他可能沒有興趣聽下去 他會打熱你 但不管怎樣 就是盡可能把你有把握的東西講 而且就引導他 你看他一開始是想問Daylock 但你引導到你熟悉的東西 假如這叫Static Analysis 注意到 這東西很可能就是怎樣 你有準備 有帶紙張的 有帶那個材料的 所以特別注意到真的是 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 是不要說 以什麼剪很多題 因為他不是考試 他是一個interview 而且尤其像那個 連帕克來講 你知道 LICO刷在多 對5G產品開發 沒有那麼大的幫助 但是如果你一個東西 講得很清楚 可以讓人家說一句 所以問人家你有系統整合能力 你有排除問題的能力 人家是這樣 人家是會有比較大的興趣 而且這也是排除跟你 類似等級的人 一個很大的勝算 當然你會好奇說 那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做這件事怎麼辦 這也是為什麼這門課開到 硕士班一年級上學期 或者當然大學部也可以選修 其實我就希望各位想 你今天 與其在最後一課 才請人家去修理育表 最後一課才去上補習班 學起什麼面試 你還不如說現在就搞去人家面試在意什麼 現在幹嘛 現在開始準備 你想喔 既然聯發課要問的題目都直接 你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準備這題目 能不能打趴絕大多數人 可以 你就搞去人家要什麼 人家搞去這個資訊要什麼 這都是公開資訊 聯發課寫的不清楚就看瓜康 瓜康看的不夠 你再先看Google 還可以再看三星看一輪 你就知道大概人家要什麼 那你就想哪個東西有勝算 我就花一年的時間更下去能不能 所以我開這麼課 其實我不是想要教補習班的 我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顧得好 但是很顯然呢 這些東西想清楚 對其他課的幫助 對你研究的幫助 對你讀大學的目的 其實就很大的 你就會搞清楚 我為什麼要上這麼課 對不對 尤其你就會想說 為什麼要上作業系統 為什麼要上計算結構 就是有幫助嘛對不對 你看像 像計算機組織計算結構 人家很多同學覺得很無聊 我是一個軟體公司 我不想學 但是你發現 原來Google跟聯發課都在意 趕快來學 而且我這學習有看計算機結構 歡迎來學習 所以呢 我開這麼課呢 說不是補習班 補習班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短期內有效果 但是我今天不是 就是讓你知道他們在意什麼 對陣下要去準備 好那今天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同學的分享 這個同學呢 也是我在2004年教過的學生 然後他現在也在聯發課 然後呢 這個同學呢 就屬於那種血統不好 你知道血統不好嗎 對不對 就是情誼其實還OK啦 但是就是 你懂嗎 就是 以血統來講就是不行 但是就是怎樣 就是他就還蠻 還蠻 我覺得還蠻 上進 所以我就願意多花點時間在他身上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這些東西 該做的功課是要做的 而且最好是說 你還沒畢業 就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其實也不用花非常多時間 就是一週花一點時間 大概花個半小時吧 一週花個半小時去看公司的職缺 差不多就夠了 因為職缺也不會一天讓我更新 然後這些該看的東西看看 然後最大的面試就是交易 所以我也是差不多從那個時候跟大家 然後公司來請你發生問題 先解決問題 幫公司賺錢 好這句話特別重要 就是說很多人認為面試是練功 但是將心比心啊 你如果是公司主管 你聽到一個人面試只是來練功 你會生氣 對不對 你一定生氣的啊對不對 所以注意到面試不是為了面功 練功是為了什麼 拿到offer 就跟相親一樣嘛 相親不是為了交往 我也懂嗎 相親不是為了交往 相親不是為了結婚 對不對 笨叫相親 如果只是要交往的話 那辦聯繹就好啦 幹嘛辦相親 聯繹跟相親不同啊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也是一樣啊 所以注意到面 這個也是 你在面試過程中 你應該要適度揭露 就是辦法說 你正在面試哪些公司 你面試這家公司的目的是什麼 但有時候呢 你可以推給那個 推給一些老師啊 比如說 你可以說黃老師要求說 一定要來研發課面試看看 雖然我已經在面試Google了 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話推給好不好 那個 為什麼要面試群威 因為我裡面有一個學長啊 就強烈建立我一定要來啊 雖然我比較強去聯繹發課 就是 雖然我已經大於聯繹發課面試 但是這個學長說 一定要來群威 所以我就來這邊 那我們一定要保證說 我配合度很高 所以如果說未來 面試時間有可能會拖慢 什麼之類 反正就是你可以拿一些理由去堂食 這樣 那不是要堂食了嗎 每一件事都要誠實 你說你學長在群威 就真的要那個學長 但是這個學長不用很熟的學長 比方說 你用腦袋想上 連發課 群威裡面一定有成大 有台大有交大的學長學姐在裡面 但是他跟你有沒有認識 其實還好 連群威的學長跟我說 群威的學長建議我一定要來群威來面試 所以不管怎樣我就來面試了 但是你說這個學長跟你認識 你沒講嘛 你只講他是你學長 就是比方說同一間學校就是學長 同一間高中也是學長 對不對 有發現點了嗎 但是這個點重要 所以如果你事後拒絕 或者事後要離開面試的時候 你有正當理由 是因為學長要求我的 所以我當初來等級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跟後面的時間衝突 所以其實這個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其實在你寫那個 就是你要玩具的時候很重要 那一定不要是無聲的玩具 就是說人家給你offer 然後不去報到 這是最差的 因為會有紀錄 而且台灣有很多主管 超在意這種事情 而且我在工作的場合聽到很多 聽到很多都會講 這沒有來什麼之類的 我給他offer結果沒有來 你知道那個可以講很久 而且他還可以把名字記下來 他們竟然會記住現在同事的名字 但會記住那個人 因為花很多時間被人家欺騙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件事要非常之小心 所以你去面試就要考慮到什麼 就要考慮到 不是只是能拿到這份offer 而是你要拒絕 跟相親一樣 對不對 你為了結婚才相親 但是同時間你可能 同時間你可以多方 但是你最後只能做一個決策 所以注意到這個其實很重要 所以我的策略是這樣 我建議你的策略就是 不要亂槍打鳥 你可以面試好幾個童子的 你可以面試好幾個童子 比方說有三間四間童子的 但是不要不童子的 比方說系統整合的 跟金面設計的 這個落差很大 或是說完全不同領域的 你一定是意願高 然後最好是 最好是他還是進入對手 那就更好 你可以交叉得到很多資訊 就算最後沒有錄取 但是你可以從進入對手的 口中可以聽到很多話 你甚至可以 他怎樣講呢 就是說今天你去三星 對不對 人家也是做CAMERA 然後人家就可以要求 然後你可以問他說 請問這個CAMERA晶片 你們這麼在意這個Kernel 的那個什麼DNA的效率 你們在意這個Compute 那他到底具體難度在哪裡 請問你告訴我在哪裡 所以你可能最後三星被刷掉 但是因為人家大概告訴你 這東西重要 那你把這個桌子拿去給電話給貼 你就 你怎麼知道這個東西 你懂嗎 其實 統治的是很重要的 進入對手 而且說真的很多時候 相互練是很有用的 因為這些公司說真的 他不經意會透露 這些主管不經意會透露 其他的一些在意的事情 那說真的進入對手也會在意 然後千萬真的不要亂講打聊 真的看到很多網路上的一些分享 有時候我把他捏一把冷汗 對不對 因為哪一天你要回去的時候 回不去怎麼辦 你要去那家公司面試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 那所以呢 旅立表呢 是一個什麼 就是既然面試是一個交易 那旅立表是什麼 旅立表其實就是一個 行銷你的方式 那行銷你的方式 當然不同場景就要不同的 不同的旅立表 這是很基本道理 然後再來是說 你一定要搞訊說什麼 搞訊說你身上的技能 到底有什麼東西 其實對他有幫助的 然後這邊有個小技巧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現在你寫的東西不能說謊 對吧 你不能說謊 每一個小事情其實都不能說謊 但是 你可以預測 對方在看到你的旅立表的時候 你完成了 比方說你現在在改電視訊號 你也知道 改電視訊號除了改程式碼 也需要怎樣 需要反覆旅立表 所以呢 很可能他沒辦法怎樣 沒辦法立刻怎樣 立刻merge到電視訊號 但是怎樣 但是可以先預測說 我已經在改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預測這個東西 有人在看 或者有人在回你 所以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先假設 我今天是5月18號 記錄日表的 那對方可能是6月1號看到的 那所以呢 我有兩週的時間可以幹嘛 我兩週的時間可以預測 所以我預測 接下來兩週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蠻關鍵的 因為尤其是學生 不可能有很多東西是很完整的 甚至呢 如果你是在校學生 我直接強力要求說 強力建議說 你就是寫 你預期一年後你會完成什麼 你不要寫說 我現在有什麼 你現在當的東西很少 你現在有的東西 就只是說 我就是一個研究生 新鮮的研究生 或是一個大學四年級 大學三年級的學生 你當然能夠寫很有限 但是你可以預測 一年後你會有什麼 這其實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說 你要搞清楚說什麼 這個 人家的需求在哪 所以需求在哪 就是要去分類 這是需要你是什麼 需要這個 所以就是 所以比方說你看到 人家的需求 其實人家搞清楚 他在什麼事 否則如果你沒有搞清楚 你衝動到 就是在畫面中這些問題 在繞不繞去 這讓我想到 最近在PTT 看到什麼 看到有人在問這個問題吧 PTT 在問什麼問題呢 PTT要問 欸 是PPT嗎 PTT發現 好 比方說 這什麼櫃呢 好 最近有人在問什麼問題呢 Tag Jar 對 Tag Jar 好 這個Tag Jar呢 有人問什麼呢 你懂 你懂自成嗎 這上個殺虧 唉唷 這個 就是有人問這個 你會吸引員嗎 你會安卓嗎 你會作業系統嗎 其實說真的 這個問題呢 那接著又有人回答這個 可以列出這個東西 那有人問說 這樣子問青線太重還是太輕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很有趣的話很多人都回答什麼 這東西很基本 你看喔 基本 你看喔 很多人都回答很基本 但是說真的 這問題很難回答 再講說 這些問題超難回答 你可以照書本的定義說 Mutex跟Semiphone 但是說真的 如果面試你的人 他反過來說 請你依據你城市設計的經驗 告訴我 哪個情境該用Semiphone 哪個情境該用Mutex 甚至以你寫過的程式告訴我 你在哪一段程式碼用到Semiphone 如果說Github上找得到 請你當場搞給我看 如果找不到的話 請你寫給我看 所以你知道 這個東西很難回答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很多人就說 這東西用背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 你只要換個方式問 是嗎 再講一次 請你用你寫過的程式 告訴我Mutex跟Semiphone 有什麼用 你看這題難在哪裡 難在說 你要知道Semiphone跟Mutex 怎麼用 再來是什麼 你寫過程式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沒有寫過程式 或是你居然寫過程式 但是你的程式根本沒有幾個機會 用到Semiphone跟Mutex 甚至也沒有去檢討 這個東西 該用Mutex做呢 還是用Semiphone做 你往往就死掉了 所以注意到 這個問題千萬不簡單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回答說 這個東西很簡單很基本 這個一點都不簡單 這超難 那同理這個 Curnal Space跟User Space 它最主要的這個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Isolation 就是我想去Isolate 我要去保護Curnal 我要去保護User User 就是讓User不會去侵犯到Curnal 所以本質上還是什麼 Isolation 那你說這個問題呢 它有沒有對應到 除了問定義以外 它有沒有對應到實際 有啊 請你告訴我什麼 比方說 你說你對Android很熟悉 那Android很熟悉 那Android很熟悉來講 那請你告訴我 Android裡面哪些東西是 跑在Curnal Space 好再講一次喔 Android裡面哪些服務 跑在Curnal Space 請你列舉幾個出來 Woo 你看 哇這問題難欸 你看 所以你看喔 這個東西呢 這是一種問法 這問題超級難 就算問聯發科很多工程師 有的還會打錯 這題難在哪裡 你一定要對一個系統 有足夠的認知 比方說呢 像什麼呢 就是 像我就會這樣回答 以這個 3D加速 以這個Graphics來講 以Graphics來講話 在Curnal Space GPU來講話 GPU來講話 Curnal Space 執行機體管理程式 就是管理GPU 他要配置 實體上是連續的機體 那他要處理 不同核 對Memory Area 同步的機制 所以他本質上 在GPU來講 至少要做到什麼 至少要做到 機體管理 而且這個機體管理 是要配置實體機體的 然後還要考慮到 IOMU 所以你看 IOMU的Driver 跟GPU銜接的一部分 是要做在Curnal Space OK 然後呢 剩下的地方 比方說像EGL 剛剛講的Service Finger 或是說 上面Windows System 這就是做在User Space 那彼此在怎麼溝通 彼此在怎麼 有設計的DataCAP 要怎麼做 所以你就要講 把Memory Ellocator 那個地方 然後就要拿出來講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講一講 十分鐘就過去了 絕對超過十分鐘 所以注意到 這個問題呢 它的難的地方不是被定義 而是這樣 而是講情境 而是依據你的認知去解析 那同理這個問題 這問題是更難 很多人就覺得說 像那個BZ背題 要實作那個SpinDark 用那個BZ背題 錯 SpinDark要看用在哪一種 哪種硬體來實作啊對不對 比方說你單處理器 單可處理器 那你用BZ背題嗎 其實不是 對吧 更多時候你用什麼 你實作方式怎麼實作 就是Disable Interrupt 而不是用BZ背題 BZ背題是在多核 而且多核要看是哪一種多核 所以注意到 其實這個東西都涉及到場景 你被問到這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照著 比較安全的方式 就照著書文的定義 講一次 然後再講什麼 你認知到 尤其是跟公司有關 就用手機例子 OK 那你說 那你剛好對手機不熟怎麼辦 舉一個比較接近的 比方說你以前 微速器啊 或什麼課 有上過類似的課 來講個比較接近的 講出來 所以注意到這些問題 從來不簡單 所以我真的不曉得 底下你講基本在基本什麼鬼 因為這個 這取決於人家怎麼問 然後呢 再來是 Connect Switch也更難 這個難在哪裡 難在說 人家問你說 Connect Switch的成本 如何計算 Android手機裡面 Connect Switch的成本 這件還分什麼 能夠修改科諾 跟不能修改科諾 蛤 不能修改科諾 可以做Connect Switch啊 可以啊 對不對 不要說 LMBench 它就可以看到了 它可以繼續測量 Connect Switch 就是這個 有個工具叫LMBench 然後這個 技巧在哪裡呢 就是 有一些系統無角呢 它會帶來 Connect Switch 就是它會有一個 Impricit的 Connect Switch 不要說Pipe 就是兩個process 那直接直接傳遞資料 那彼此傳遞資料的時候 這就會涉及到什麼 就會涉及到 因為Pipe的行為 就是說 A傳給B B傳給A 它是一個很明確方向的 所以 當我A傳遞給B B傳遞給A的時候 它就發生一次Connect Switch 所以我只要 做足夠多次的Pipe 那我就幹嘛 計算出整體的時間 然後再把 那個什麼 再把個別的成本去掉 就是比方說真正在執行性 互調的時間去掉 那你是不是 剩下就是Connect Switch的總量 對不對 那總量再處理總次數 你就可以知道它分佈 所以這個就是不修改Cerno方式 那如果修改Cerno方式 或是 你如果對Cerno更熟的話 你可以講一些什麼 像那個什麼BPF啦 或是去修改Cerno哪一段程式碼 你可以講出來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 說真的 這就是人家想聽的 人家想聽的 絕對不是被第一 你看 任何人 甚至包含我的女兒在內 我女兒是個幼稚園的學生 她現在遇到問題怎麼辦 你知道嗎 有個東西很酷叫OKGoogle 你知道嗎 你知道怎麼會啊 Google不是會做語音辨識 她就照著唸 Countest Switch 然後在幹嘛 那手機就會顯示 Wikipedia 你要想想看喔 我們今天找一個人 是要 讓他有能力去默寫 Wikipedia內容 還是讓他 Wikipedia內容 他可以吸收 吸收完之後可以去解決問題 你想人家招聘什麼樣的 當成後者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 遺憾的地方是 很多人 表現起來就像前者 那說我女兒就會啦 對不對 再講一次 我女兒就是對著 對著 Siri 對著Google的手機說 OK Google V Contest Switch 然後就出現定理 更多人展現就是這種 你們會覺得可笑 但是 這就是現實 所以我希望大家認真想 你被問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應該有一套策略在那邊 好 然後呢 就是 你看我問的問題 就是這些東西對不對 所以你看 就是 因為其實說真的很多問題 他 我不會說他很基本 因為說真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每個對基本的定義不同 但是說真的 很多問題的說真的 我們是要了解 一個人到底他 到底自己展現什麼 那你看這些問題說真的 如果你抽到就是被 被定義 那其實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說真的 同樣是被定義 因為面試主管 在面試你的時候 他可以偷看 偷看Google 他可以偷看維基百科 你知道嗎 所以同樣是被定義 你就會被他盯著說 這個沒有講清楚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去偷渡 去引導說 你所會的東西 你所在的東西 他的焦點就會在這上面 特別在連發科的話 這個東西是很make sense的 因為 一樣 人家不是來 看 得到一個什麼 各方面都可以高分的人 雖然連發科有很多人 這種 卷歌卷節 各方面都拿高分 但是問題是 他們現在急的是什麼 現在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 需要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 你在那個呈現的方式 尤其是這種 沒那麼在意 立扣的公司 像連發科 其實你應該是展現什麼 你過去的被你支持 如果你現在沒有 沒關係 就趕快去補強 然後你也不要說 你變強之後再去面試 其實一邊面試 一邊變強 一邊面試 因為你看喔 你投履語表 人家也不會立刻毀 對吧 很少的很少會立刻毀 有一些新創公司會立刻毀 但是那是提少數 多數公司都會等一段時間 所以人家在看你履語表的時候 你趕快就可以順 趕快去補強 其實這個是ok的 而且說實在 你有很多技巧 就可以去把面試時間 稍微拖延一點 如果你是在校學生 很多技巧 比如說 你不知道 都全部拿給我 就退給我 比如說 我是你的指導教授 你說 那個指導教授黃老師 他要求我要先完成這篇論文 鑽寫完才能夠去參加面試 對不對 你看這個多好用 對不對 總之你就退給老師 然後或者說 我們實驗室最近 要發表一遍很厲害的論文 我不能跟你講 但是跟作業形容 有很大的觀點 那這個東西都也太重要了 只是我們全時間 都是傾心情慾在這上面 所以對不起 我那個面試 這個月沒辦法 但是 十月中 希望可以安排在十月中 那你想 你現在在幹什麼事情 你自己做的就在讀作業系統 然後呢幹嘛 教授我想要發表一篇作業系統論文 你只要再跟老師 有講到這句話就好了 你不是說 請心情慾在做 有啊請心情慾 我啊請心情慾做 我們實驗室 請心情慾做 我啊 因為其他同學都不是作業系統 OK 所以不要說謊 但是你可以調整 那個什麼 順序 你要做到每個事件 都是可以的 auditable 就是可以被集合的 時間點都是對的 做的事都是對的 但是那個程度多差 可以調 那這幹嘛 你說為什麼 剛才要幹這種奇怪的事情 就是為你爭取到什麼 爭取到 趕快去補強這些背景知識的時間 對不對 那千萬不要說 人家問你說 尤其 某一些公司 某一些M開頭的公司 他就會怎樣 還會說 明天可不可以來面試 連發科要我明天去面試 我好開心喔 拜託不要 千萬不要 你其實想看喔 今天要 今天 下午 要你明天去面試 你有多少時間準備 對不對 假情比心你想 那面試你的人 他會不會有準備 其實他不會有準備 對吧 所以千萬呢 能夠拖就拖 甚至不要說 我就是不行 或是要求可不可以先線上 類似這種 千萬不要說什麼 你為了正式呢 尤其住台南的同學 對不對 你為了正式搭了客運 為了省錢搭了客運 一個晚上都沒睡好 然後到了西竹的總部 然後問一些沒有什麼 對你太大幫助的 然後人家也對你的反應很失望 因為你沒睡飽啊 千萬不要 就是 找一個合適的時間 當然對方也可以 你也可以甚至測試對方 如果對方說 喔我不能等你那麼久 你大概也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對不對 就人家就急嘛 或是喔我可以等 但是你可不可以先改座 什麼樣的測試 都是測試 然後所以呢就是 這東西呢其實 都是雙方的 你不要只是單方的 單方的 你就可以測試算 你要搞清楚 你就可以順便測試它 對不對 那女孩子技巧又更多了嘛 女孩子可以說 生理期嘛 或是一些什麼之類 反正就是不要說謊 對吧 你沒說生理期是明天啊 我因為生理期 我希望可以改在下下週 對不對 但是生理期根本不是明天 我因為生理期 不要講明白 漢語有更棒 漢語就沒什麼文法 你就會利用這種文法 對不對 我因為什麼 但不能說謊嘛 就是這個 反正就是很多因素 然後再來是有時候 有些公司 它會在 其實蠻奇怪的 一些M開頭的公司 我也不知道什麼 有時候就很奇怪 它就會說 某個主管希望跟你談一談 什麼時候 現在 這時候就可以有個小技巧 小技巧是什麼 就是 我現在在騎車 反正就是 你想辦法到一個案件的地方 然後呢 如果主管要你談 錄音 這件事 主管如果要跟你談 錄音 為什麼 因為通常都是問你說 可不可以接受 比較低的待遇 或者可不可以接受另外一份工作 或者說 我們想要給你發什麼 多少offer 比方說這個offer 底薪是7萬 那原本跟你談 一年要100萬的薪水 100萬的年薪 那底薪是7萬 那其他地方靠紅利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錄音 所以注意到 就是涉及到這種東西 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涉及到你的權益 找一個案件的地方可以錄音 你說為什麼要用小人之心對別人 注意到 這個 這個社會變化很難說 而且有時候人家不是故意要做小人的 有時候他就是搞錯 對吧 你想看 尤其像聯發哥像招聘那麼多人 我就不相信沒有搞錯 其實蠻常搞錯的 有時候就搞錯 就是搞錯那個什麼的 但是這就是談判 你當初承諾 底薪是75K 結果你跟我說底薪是7K 然後70K 就是有差別 這就是 就是該談判 所以一樣也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 這個 有中間問一個很好的問題 問說 一直不要說謊 不要懷疑 有的公司專門幹這種事 而且 那幾個大的公司 都有養人做認識 其實這件事很好驗證 對不對 驗證什麼 就是 就打電話問那個 問學校 打電話問錢 而且 外國公司更在意的 就是他會打電話問說 我其實接到這種電話好幾次了 就是 比方說我以前有個同事 他去應徵 國外的一個公司 尤其是主管 主管職 那主管職都在做這種 做fact check 所以就是他就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是他的前同事 所以這個 我有一個同事他去應徵 某一家公司的主管職 就被問這個問題 就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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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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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有一些女孩子在場講的不好意思 但是可以推算 可以嗎? 而且有些公司在健康檢查的時候會 你懂了 好,anyway,這個東西 千萬不要小開那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乍開始小事 但是其實很多議題是真的是 涉及到你我的權益 這真的很好知道 很多方式可以知道 比方說送一些什麼東西的時候就知道了 送的玫瑰似物銀啊,這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天然不能說話 但是你要有一套 最好的策略就是說 我都說誠實話 但是我該揭露什麼 該封裝什麼 該隱蔽什麼 該張寫什麼 這就是你的策略 然後接著 我們看看 他在比方說 MSTAR的時候 你看 這是很久前的 就是14年 你看 其實說真的 他公司的需求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公司都沒什麼太大漲進 寫的話都寫得很寒虎 所以你看他說 要對戲劇員熟悉 然後他是TV的產品線 所以SmartTV整合 這是工作內容 但顯然你看 其實大部分的應屆畢業生都不會了解 TV系統的整合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你要怎麼去展現你的專業 這些有趣的 所以第一個你看 這個工作 你看他一直講什麼 OVERSEA CUSTOMES 所以大家出來 這個是什麼 需要什麼 需要出差的 那以誠信來講 很多客戶在哪裡 他可能客戶在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是 歐洲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派送那些TV 就是TV的製造 TV的那些 運輸 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就是在土耳其 然後另外一個 就像日本 日本那些電視客戶 韓國也會有 所以其實這個 你看這個工作人 其實大家就知道 這個工作人 其實有很大的supporting能力 所以其實 人家看重的是 你怎麼解決問題 然後你能不能去表達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段 比如說對 有一段什麼open source的貢獻 或是有一段 比較清楚 你做了什麼事 所以其實我還蠻鼓勵大家 有空去寫一些 技術報告 就算你的作業 也可以把它寫成像技術報告 所以技術報告其實也不用很複雜 就是我看 這個不是技術報告 這是我最近在寫論文 不給你看 然後 比方說像技術報告 你可以寫類似這種 就是它可能沒有太大的篇幅 但是就是說 你就寫說 我這個東西是怎麼回事 比方說我的作業是做Linus Kernel Schedule 研究 那你就試著多花一點時間 去寫出這樣的一個報告 因為其實這種報告 對於這種很有幫助 就是說 你說明了你怎麼去描述 Kernel 它不是一個正式論文 它就有一個技術報告 你說我怎麼去分析定質課程的 什麼元件什麼的 其實這種東西對這種Supporting 其實幫助來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需要有一定的英文的溝通 然後 因為有些公司會要求你用英文自我介紹 那你甚至可以把這件事講出來 就是說 我除了在展現自己的能力以外 展現我過去的那些學習 我的學經歷以外 其實你可以說 我除了這裡以外 我過去很多相關的這些報告 也要用英文講 那其實 這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在嘗試的事情 就是想辦法讓那個學生 就是有完整的東西可以呈現 就是 因為你說論做什麼題目 說論 很多時候管不著 對不對 有時候你自己的指導教室 也搞不清楚 說論要做什麼題目 因為 你懂嗎 就是 指導教室要管那麼多學生 也管不好 很難管得好 所以說真的 你說論到底要做什麼題目 很難講 而且最關鍵就是 你說論做的題目跟工作的關聯 一般來說都很低的 不可能很高的 所以呢 所以這個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在於說 你應該善用寫作業的時間 然後去把這種 因為你看 你花一點時間去寫這種報告 然後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很有用 給大家看 原來就是這樣 而且這跟工作有關 比如說 TV的效能問題 TV的機體使用問題 TV的什麼 那個系統升級問題 TV的安全問題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其實都還蠻重要的 尤其是在這個 他有一個要求 準備投影片這種介紹 其實超級有用 大家注意到 它的那個順序是什麼 順序是這樣 就是說 你要先搞定那個心源的設計 注意到網路上有很多 考古題 常見題目 然後這個成績單 這個東西是比較 比較尷尬的 因為有時候你成績不好 那注意到 對於成績不好的同學 就有特別興趣 所以就是 當然我還是先假設你是中上的 就是 如果你成績真的太差 你需要補救的方式比較多 好 那你看到就是說呢 就是 所有的題目呢 其實蠻像的啦 這是成欣啊 聯發科啦 或是聯勇啊 什麼 其實他很多題目都大概這種題目 那注意到這種題目的最好 不要只是回答表面上意思 尤其他有 他有回答 就是因為通常寫的時候 不能寫太多 所以一開始叫你寫 或是叫你線上打字的 好 那就請量請量做 然後接著呢 這個測驗的時候呢 面試的時候呢 這第一關的題目 會有那個面試官 會重看一次 那你就可以解釋 比方說你剛好沒有表現好 你就是想辦法去補牆 就說欸 你為什麼連這個 這個Static的用法 你都沒有搞清楚 喔我不是沒有搞清楚 我當下題目沒有看清楚 事實上呢 我這個寫的程式呢 什麼 就拿出來 所以注意到呢 你在那個 就算寫的當下寫不好 其實說真的 因為面試的時候還會拿出來看 所以其實還有補救空間 但最重要是 不懂 趕快就 把它搞懂 然後呢 面試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把問題稍微記下來 然後面試你的主管呢 請肯去問他 叫什麼名字 這聽起來很冒犯 但蠻關鍵的 你連面試你都搞不清楚是誰 你怎麼去準備 對不對 然後而且說真的 因為你以後可能還會遇到 你不要只想說我只有這一次 他跟那個 跟那種考試不同 考試的人可能考一次就算了 這種東西不一樣 他可能會出場好幾次 而且這個人 可能以後會去別的公司 你想要去公司 擔任更大的主管 懂得懂得懂 更大的決策 所以這個人 請肯的記下來 他說我要怎麼問他問題 這很簡單 就是說你可以 比方說問題快結束的時候 就是面試快結束的時候 你問他說 你好 這些問題 我剛才的確沒有表現好 但是我想跟你詢問你的聯絡方式 因為我想要把這些問題完整回答之後 積憤 我就是回去把這問題重新整理 然後再給你做參考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 不知道你用方不方便給我聯絡方式 然後他可能會跳過 只要他沒有否認 只要他沒有拒絕 他沒有嚴重拒絕 就把他記下來 記下來幹嘛 去找HR 剛才面試我那個主管 他說他叫我 把那個事後把問題寄給他 把那個回覆寄給他 你說那個人沒有講那句話 他沒否認啊 他只要沒有嚴重否認 你就認為他同意 他沒否認 懂得懂得懂得吧 所以這是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拿到什麼 拿到他的聯絡方式 這個東西超重要 就是反正我覺得 不管這樣面試人 一定要拿到人家的聯絡方式 就至少知道Email跟姓名 因為你才知道 因為你要 而且你可以問裡面的情報 或你不知道可以問我 就是他上面的主管是誰 決定什麼 決定你會到哪一關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那最重要這個不是比賽 他不是公開比賽 他裡面有非常多這種 吸你層面的東西 或是說呢 你表現其實很不錯 但是只有剛好有幾題 一兩個一答不好 然後他跟你講什麼 喔這個東西應該用什麼演算法 你怎麼不用 他說哇 你知道最後要跟他講什麼 跟那個主管說 哇這次面試我真的學到太多東西了 尤其在學校學東西 拿出來印證 但是這個問題我想 就是一樣 找出解法之後 我想要給你做 就是 如果你有空的話請你幫我看一下 注意到多半的時候 大部分是不會拒絕的 懂得懂得嗎 因為 你也沒有必要拒絕人家這個東西 多半就是當作沒聽到 對不對 但是人家真的啦 真的毀了 那其實這種東西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特別是在拖贏的時候 拖贏的時候很難 因為 真的要記住一個人真的很難 但是呢 反過來說呢 如果有人 他是願意在當天 注意到一定要當天不能拖 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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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要講三次 當天才會記得 拖隔天就會忘記 注意到 你想想看喔 像我以前 一天面試12個人 12個人 那我真的記住12個人 不可能嘛對不對 你都想知道不可能 但是如果當天有人就會回來 對不對 我就印象超深刻 所以呢 這個小技巧就是 驚狠去問到的 然後呢 不管他的 講什麼東西 驚狠去記 那如果說呢 呃 就是 就是 如果你當天真的找不到 沒關係 你就說 請給我一個機會 我再繼續找 但是你先把當天的回應 然後 然後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重要是什麼 讓他去 recall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 讓他去做決策的時候 多一個判斷 就是說這個人呢 讓主管知道 其實這個人 他雖然當下表現不好 但是他當天 注意到當天 可以找到這些 比較清楚回覆 其實這是可以 其實多半的時候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我們再去看 接著什麼呢 接著是 接著是 接著是什麼呢 好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談那個 呂一表 呂一表的撰寫 我們上次有講 講過一點 但是就是說呢 這個 呂一表呢 其實蠻多 蠻多議題 你要認得想 就是 其實蠻多人在意呂一表 但是沒有展現出來 你的在意 像我剛才講 最 最開始講的東西 就是你要客製化 就是這個公司要什麼 你呂一表應該就是寫那樣子 不要寫一個通用的 就是你會有個範本 但是不應該是完全是 就是多用同分 然後注意到 這個 像我自己的興趣 就是對學生的興趣是這樣 就是說 你如果是眷歌眷解的話 說真的不需要來找我上課 因為 眷歌眷解的人都說 有請台大的眷歌眷解 成大的眷歌眷解 躺著就可以上 上那些厲害的公司 就是 當然Google要再看 就是 但是大部分的台灣公司 你都可以上 不上你還可以申訴說 我台大志工 為什麼某某公司不要我 那你知道 底下網友就罵一罵一罵 啊這公司沒 類似的 所以我們看 注意到我現在有興趣這樣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熱情 注意到這個熱情呢 就是這樣 就是真的會想起十次啊 你真的想要投入這一行 而不是說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幹嘛 你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跟我講話幹嘛 所以你一定要想要投入這一行 我才想幫你 你可以跟我講說 我現在需要一份工作 我大概做三年 你可以誠實跟我講這件事 那我也可以幫你啊 但是就是說幫力道比較低 所以注意到第一個 請你對這個領域真的想要做 然後呢 你成績不好 不是壞事的嘛 成績不好我特別有興趣 但是多半的時候 大半成績還是要 還可以啦 然後 如果你有計算的話 最好 如果沒有計算沒關係 那 所以 接下來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就是 呂浴表 那你不要有太多那種超連結 什麼超連結 就是這個 這個超連結太多了 人家不會點進去看的 而且印出來的時候 視覺上不好看 然後 對 不要懷疑 就是有人會印出來 好 然後 你可以去做適當的標示 然後 summary其實蠻重要 特別是summary要跟你的工作職缺 是要呼應的 就是 這不容易 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花時間去探討的 好 盡量去數字化 然後 你可以把全部點放在第一頁 那其他地方就是 就是參考資料 好 那這個參考資料呢 可以有Norifense啊 你的作品啊 像是你的那個論文 像看那個技術報告是可以提下去 但是第一頁已經很重要 因為第一頁是那個 我剛才講 平均20秒其中的一部分 一定要看得到 好 然後呢 這個有些學生啊 尤其現在有些學生就是 亂搞啊 職稱這邊 什麼CTO CFO拜託啊 然後那個人家是很在意這個事情啊 如果你真的開公司 而且有註冊的 好 好 然後 對 好 今天我們要講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 一定會被問到這個問題啊 就是 為什麼這個程度那麼差 就是你注意到不能說謊 但是一樣可以調整 就是 你可以說呢 什麼 你忙著寫程式 或者是忙著打工 但是打工呢 跟寫程式有關 或者說呢 你有辦法推給別人 好 比方說那個時候呢 我家裡又發生什麼事 但是注意到 一樣程度問題 我那時候我媽媽家體是家體不好 所以我真的沒有心思在這個課題上 好 那你說你媽媽身體不好是怎樣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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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 對吧 這OK啦 肥胖也是身體不好的一部分 但是你就是要講的很明確啊 這是我媽媽身體不好 那個學期真的是沒有心思念下去 好 所以那樣的學期問 我很常回家 欸 注意啊 不能說謊啊 所以你很常回家是什麼意外的 因為去你約會嘛 那順便回家 或是說 欸 懂嗎 反正就是要有個梗 行進起來是OK的 就單一事件不能說謊 但是組合起來也許是 片面的 你懂嗎 就是 我們一直講到這件事 你千萬不要覺得這是小事 因為 這就是你跟別人拉開差距的方式 因為多半的時候 你跟別人不可能有多大差距 不可能 你如果跟別人多半 如果你強到 有跟別人有很大差距 你不會來上這課 你不會來猜在這講座 如果你落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你也沒有幾乎面試 OK 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怎樣 都是有些殘缺的 有些不足的 那就是機會 因為呢 好 你這樣講 就是講你功能數學特別差 那你大概就猜出來 人家一定會問說 你為什麼功能數學那麼差 還修了三次才過 你可以怎麼講 就是說 我真的不曉得 大學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功能數學有什麼意思 我真的讀不下去 但是沒想到 我後來在研究Codec的時候 原來功能數學也是這樣用的 我突然才有發現 這很有趣 所以後來你做了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主要講 就是你面對今天問題 一定要有一個說法 那這個說法 最後都要倒到什麼 你強的地方上 你不要有那種 只是講剛剛那個藉口 那個學期就是心思都明在上面 不行 不能只有講這個 你可以說 我這個學期 因為我媽媽的身體 那個學期我因為我媽媽的身體 做得不好 所以我很多時間回家 但是過程中 我在通勤的過程中 我花的時間刷力 我花的時間什麼什麼之類 你一定有一套 說法 這個說法一樣 你可以組合 但最關鍵的地方是 它有整件事合理 然後注意到這件事一定要練 你不能當場再講 你就是拿著手機來 就一直錄 一直錄 最好錄個10次20次 更多次都可以 因為 那就是喬門鑽 讓人家記住你 讓人家怎樣 知道你怎麼應對 所以你知道 一個人很有特色 其實也是這樣來的 像我在聯發課 我覺得我對聯發課 讓我最感動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公司一開始排 不是特別好 你看為什麼公司叫media太 因為它做那麼多東西 就是做media 就是什麼 就是光 就是那個光的DVD CD 其實技術來講 它不是一個很高的技術的東西 但是你看 它可以用一副不好的牌 而且中間遇到很多危機 我之前有跟大家解釋過 我家裡的發課說 大家都都不看好 甚至在高通還笑我說 去那邊幹嘛 所以你看 很多時候公司都是很爛的牌 但是現在打下去其實不錯 所以換個角色想 各位應該也在思考類似的 你的牌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不應該是什麼造假 而是我要去怎麼打牌 打牌你看 你光是怎麼叫牌 光是搞定人家對職缺急不急 很急你就機會大 而且說真的 你不需要全方面去碾壓別人 你也不需要去 以高手怎麼做人路 你就搞定這個職缺 那個職缺就在意Android 但是你想看 那些高手同學 他不見得在意Android的系統 對不對 但你現在趕快提舊章 趕快趕工做一個東西 其實有可能就跟拉掉別人的差距 所以搞定這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你的不足的地方 你是要怎樣 是要講 就是當做一個轉機 然後最重要就要推銷自己 履歷表就是推銷自己的那個什麼 就是廣告 所以很多同學都都 聽這個錄影 我知道有些同學 聽這個錄影 聽我這個講 講觀點就覺得不開心 對不對 就覺得很私利 但說真的 公司的責任是什麼 是獲利 所以公司當然要私利 公司不私利的話 你怎麼養得起企業員工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你看 如果你一切都準備好 當你的學經濟都準備好了 你說你會看得上 現在這個職缺嗎 很可能就看不上了 所以很多時候 你是幹嘛 你就是需要這份工作 齊律找馬 這不是壞事 只要不是要欺避感情 都不是壞事 對吧 公司現在也需要人 那你剛好可以滿足 也許三年後 你離開公司 但是公司的確這三年 透過你 可以做完很多事 透過你 可以克服很多問題 透過你 可以降低的風險 這樣就夠了 那所以 我希望大家搞清楚 我就是要推銷 推銷我自己 好 繼續看 然後 這邊有一個寫的比較長的 就是寫的比較囉嗦一點 這是我一個朋友 就是專門幫大家看日語表 就是 那我希望呢 尤其在校學生 在校學生看日語表的時候呢 你現在就要開始寫 不要等你有 有一點什麼成果之後才寫 你現在就開始寫 你寫的時候發現很多東西都寫不到 沒關係 你先預測 我一年後應該會做的什麼 然後你跟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說 他接手之前版本 然後他完成之後長怎麼樣 其實這個還是要看他應徵什麼職缺啦 所以這個其實很難講 但是就是清楚的展現 尤其這個職務的需求 好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 其實也是一樣 一樣花時間去思考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就是說這個一些面試的一些題目 所以你在網上可以看到超多這種 超多這種 超多這種 超多這種題目 大家注意到 這個題目呢 在這之前有一點是很重要 感謝網友講這個 說故事 說真的 人家呢 問你這些問題之前 他聽你講是比較容易的 再講一次 就是 你一定要把故事講清楚 一定要把那些 不然遇到危機變成轉機的 反正不然什麼東西 先講 因為人家問你技術問題 其實他比較累 你是講一件事 我如果問你一個 Nicode的題目 就算是簡單的 我是要聽你講 是不是要判斷 你講的東西是對的 還錯的 所以比較累 但是我如果聽你講話 聽你說故事 聽你包容自己 是不是比較簡單 他只要怎樣 他只要聽就好 可以吧 所以注意到 就是我認為 最好的面試策略就是 讓人家沒有機會問太多題目 那沒有機會問太多題目 就是很多時候要偷渡 就是 偷渡你講 你知道的東西 這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說你今天回答一個問題 你順便把相關的問題 一直講 然後講到人家 就是 你不要講得太high 讓人家 不能結束 就是稍微控制時間 但是你看 你盡可能讓自己偷 有概念的東西偷渡進去 這是什麼 就是讓後面問題 可以大幅縮減 那後面的問題 原本是你可能沒把握 做不好的 而且你前面講那麼多 人家後面問題 也許他就圍繞在這些問題上面 尤其在台灣的面試 因為台灣面試絕大多數的主管 是沒有做準備的 我很少聽到有主管 花了一整個下午去研究這個履歷表 花了一整個下午去看這個應徵者的 碩士論文 博士論文 看他發表過的程式作品 我很少看到這種 多半時候當天看 沒辦法因為主管太忙了 尤其我剛才講過 聯發哥主管 真的忙得跟什麼鬼一樣 就是一整天都在開會 所以你只想 這些人一整天都開會 他中間難得去面試 可能就是傳口氣而已 中間滑一下手機 傳口氣 所以他不太可能 花太多時間在你身上 心思上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很多時候是這樣 引導他問問題的方向 他又要問你說 什麼是flade 什麼是process 他本來想要問說 這兩個東西 有沒有共用adjet space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怎麼去分享資源 怎麼去做隔離 結果沒想到你說 我其實研究過什麼 EBPF 我研究LinxKnow什麼時候 開始偷渡以前做的東西 而且一邊講一邊 把過去做的東西翻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至少在聯發哥是很管用的 因為他本來要問什麼問題 他可能也是當天才準備 或是沒有特別去準備 沒有針對你特別去準備 但沒想到你既然講那麼多關鍵詞 他剛好有興趣的 或是剛好勾起他興趣的 注意到他剛好勾起興趣的時候 趕快記 表示他剛好做 你懂 你懂EBPF 沒有啦 沒有說很懂 但是我用EBPF 做過什麼 或是說 你竟然知道ACP 喔對 ACP是 注意到那幾個關鍵 那注意到回答的時候 有可能會答錯 但沒關係 因為你已經比一般的應徵者 來的好 一般應徵者是照著一個 一個劇本 去問跟答 但是你在打的時候 故意點 偷渡很多自己的東西 注意到 有些主管 他是比較客氣 就是你不曉得講了20分鐘 他還是讓你繼續講下去 那不要 中間就說 抱歉 你就說 抱歉 我剛才講的太投入了 因為我對寫生死實在太有樂趣了 做這種東西太投入了 不好意思 我想問問說 這個貴公司對於這種相關的技能 是不是有需要 類似這種 你要假裝這種 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你明知道它很重要 但是 我不曉得貴公司對這種技能重重是 類似這種 就是 稍微一個緩和 所以這件事 所以你練模擬面識的時候 不要只練一方 你要練 你要兩邊一起練 練粗體 最好是自己就練習怎麼粗體 你說 我又不會當面識主管 對 但是呢 這就是什麼叫自己之筆 就是知道人家會問什麼問題 然後你要考慮到 就是人家可能問問題 問到一半的 就打斷你 就會 所以打斷的時候 我該做什麼事 這請人家寫 他打斷你通常是為什麼 你剛才講的東西 是不是 沒講清楚 是不是可以補充 所以注意到 尤其長篇大論的時候 一定要把什麼 一定要帶東西去 注意到面識不需要 兩手通通去 但是拿東西的時候 要拿得很快 差不多兩秒 就可以拿出來 不要去貼什麼 漂亮紙張那種 就是看著哪 但是我就不喜歡 貼漂亮紙張 因為我遇到那種 筆記本貼漂亮紙張 最後還是翻腦半天 就是要很快翻出來 因為你很熟 然後因為有些東西不好講 有些東西比方說 架構圖 這不好講 有些東西像流程圖 或是有些東西是那種 數學式 那也不好講 但是就是拿一些信用的東西出來 會比較方便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是說 你在網路上 有時候會看到這種東西 像這個什麼 這個就叫做面試題 但是說真的 這個面試題其實 沒有說很難 但是你要想 其實包含Google面試在內 其實很多時候 至少台灣Google 韓國出滿多easy的題目 不要懷疑 為什麼 因為 一開始出太難 下跑一堆也不行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說 因為真的面試的時候 尤其COVID-19變成線上面試 其實大家有時候就變笨 就是反應就會很差 所以你看這邊有一些題目 像一些什麼 像這種題目 其實說 像是OS的那種題目 除了你基本回答之後 你可以 多偷渡一些自己的東西 最好不要只是被定義 注意到 不是把自己的東西帶進去 但你發現 其實這種東西 你不用看得太認真 因為說真的 並不是每家公司都會問到那種題目 而且說真的 你認真看到這些題目 看到後來 你會發現就是 其實大學大部分都教 只是重點不同 所以你只要搞清楚 這個職位著重的地方在哪裡 比方說有些職位 比方說像群輝 群輝因為裡面很多台大資工幫的 所以他們對於那些A7M的那種題目很在意 所以比方說他很可能會考一個DP 考一個什麼時間複雜度 那就配合他們 那聯發課 會花很多時間考那種作業系統的 尤其是作業系統可能會考人系 因為面試也可能 他可能問大家這種問題 所以這起來就是完全不同的準備方向 當然這兩者會有些交集 比方說群輝裡面也會有科諾聽的 然後在聯發課 某幾個職權對演算法會比較要求 他演算法比較特別 就是一般來說是一些 我想看什麼演算法 那對演算法的話大概是 就是大概是那種 像那種 紅黑樹啦 或是說一些那種 在特逆資料結構的選擇上 就是像這種 那當然更多domain knowledge會比較多 像這個 像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TCPIP那種 那最大像這種題目呢 就是這種題目的收集 其實 感謝網友做很多這種收集 但是說真的 他是要分類的 其實你應該先搞清楚什麼 你不是急著把每個東西都背下來 這不是考資優班 可不可以 考資優班 你才需要背那些題目 搞清楚那些題目 你要搞清楚是什麼 這個公司他會出什麼題目 他在意什麼事 這個反而實在是最重要的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如果你一個問題真的答得很好 那個主板會讓你很多時間 慢慢的闡述 或者他可能跟你談更深入的問題 而不是多的問題 不要花太多力氣在多的問題上 而是想辦法讓他深入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們來跟大家講QBQ QBQ呢 注意到這個是講一個企業管理 那這個東西跟面試是什麼關係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在面試的過程中 不可能每次都 interview的過程中 不可能每次都答很好 不可能 即便是我相信我應該很多問題都答得很爛 尤其是一些某些資料結構 我應該會答得很爛 第一不是我沒寫程式 有些問題 你知道嗎 有些問題就很討厭 一定要照某種方式回答 否則答不好 然後呢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用一個策略 就是QBQ 最好是你知道這些問題 這問題呢 背後呢 會被問到什麼問題 不要說你回答一個問題 你有初步答出來的 然後不要說你問題 你一開始用地毀的方式寫程式 結果人家說如果不用地毀要怎麼寫 或是說你回答到一半 結果你程式沒寫出來 好你程式沒寫出來 你要怎麼說明 你自己其實是懂的 只是當下程式沒寫出來 或是當下沒有看出哪一段程式寫錯 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就是個人擔當 就說呢 你看喔 我們剛才的問題是什麼 你明明就知道 比方說你明明就知道說 呃 比方說那個 反轉二元素對不對 你明明就知道怎麼寫 可是當下程式把就寫錯 他說那你說 最好人家只會跟你講錯 不會跟你講說哪裡錯 因為他要考驗你哪裡錯 所以你就說 所以這時候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呢 如果你被人家告知說 你這個反轉二元素的程式把寫錯 然後你就說好 感謝你告訴我這件事 然後那你可以先把你的演算法 稍微重新快速講一次 然後你就說 如果說這個程式有錯的話呢 我就會去分析 就是我可能在交換地方錯 好 那如果交換地方沒有錯的話呢 因為交換地方如果有錯的話 我可以很簡單寫一段程式就可以判斷了 那很可能是在指標操作 反正就是你要在 你就是縮小那個範圍 然後 然後 或是說呢 人家根本就不是要聽這個 因為你可能有更嚴重的錯誤 就是比方說他的人 結束條件你忘記寫 因為遞回需要一個結束條件 然後你可以再分析 所以注意到 你一邊在講的時候 你一邊可以去思考 注意到這件事要練 就是你一個平穩的語氣去講 其實有時候你在重講一次的時候 你發現你什麼 剛剛就沒講好 那所以呢 這個個人擔當什麼 其實我在一邊討論的時候 一邊 一邊在回覆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 說明我有難力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 你不應該 去想 我每個問題都答得出來 或是 每一個問題是 我明知道 但是我就答錯 會不會遇到這種事 會 那你一到明知道 就答錯的時候 你該做什麼事 而不是說 啊不好意思啊 可不可以我再十分鐘再做 這就差 為什麼 為什麼這很不好 因為說真的 你是不是在浪費你這些時間 你是不是浪費對方的時間 對不對 你明明剛剛就可以做對 為什麼你做錯 沒有啦我不小心 那你工作上到底會遇到多少次不小心 而且遇到不小心的時候 是怎樣 是真的不小心嗎 還是你真的 還是真的不懂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這種防範 而且這個練習其實很重要 你在每次刷力扣 或者在每次練習這個相關節目的時候 你要講 如果當下沒辦法打得很好 我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技巧就在於說 我們想要什麼 想要回答 就是 所以我今天回答 討論其實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像這樣 如果不是指標操作錯 那我認為就會是在結束條件 就是一步步縮小 那通常人家聽到你這麼誠心誠意的講 通常都會是這樣 說對 就是這個結束條件 那就開始寫這個結束條件 你再寫字 所以注意到這時候你就不要寫完整詞 是嗎 因為人家已經縮小範圍 你就針對它縮小範圍去做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打法就是說 像剛才講 做一些什麼問題 如果人家問你process跟threader的差別 結果 結果你講 這個什麼 threader是共用threader space process沒有共用threader space 然後人家說還有呢 喔 對不對 還有呢 那跟你想的不同 那你就說 這個東西 我知道這兩者都是排程單位 但是這個process的排程跟threader的排程 很可能採用不同的策略 你可以講 不要說有什麼end to end的模式 你可以講 就講你熟悉的東西來講 所以注意到 我們在講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多時候呢 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讓人家知道 你是有辦法行動的 你是有辦法做事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雖然QBQ看起來跟面試沒有關 但是其實這件事呢 我想大家擺在心上就是 反正你去面試就要考慮到 我就會有答錯 但是答錯 你有沒有去把挽救 有沒有辦法去把你知道的東西交代過去 好那接著我們來做一個小練習吧 像這個相中的東西啊 這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對不對 反轉二元素 反轉不是反轉 它其實是什麼 它其實是MIRROR 所以你看喔 這東西呢 其實還蠻無聊的對不對 就是 它就是 我們看一下題目 注意到這個是Easy 2跟7 在這一層 然後這7變2 好 然後呢 首先呢 我們直接來 我就試著來回答 來做一次 那個回答力控的示範 好 所以你看喔 這個題目呢 題目就是 要去什麼 要去翻轉二元素 所以呢 我們在回答的時候 可以這樣 就是掌握那個10秒 30秒的原則 所以你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說 我可以說 直觀的方式呢 可以用地回 因為這每一層呢 其實怎樣 我可以用個地回方式 然後我們就發現一個形式是什麼 就是事實上 我們在每一層呢 只要能夠去交換 左邊跟右邊的節點 然後呢 以此這樣地回下去 然後呢 我們的結束條件是什麼 結束條件就是說呢 我在找不到上一層的時候 就是我的結束條件 好 所以你先在這個15秒內 15秒就可以講 欸 我用直觀的想法 是用地回 然後呢 左右結點是什麼 這種Siberling 接點的交換 好 那接下來呢 來看寫程式 寫程式的寫程式的寫程式的寫程式 寫程式 所以在寫程式來講的話呢 就是 看人家有沒有給你 那什麼 看人家有沒有給你那個資料 給你那個結構 對不對 如果沒有給你結構的話呢 欸等一下 題目有給對不對 題目有給 題目有給 你就拿過來用吧 題目給的是什麼 是這個吧 題目給的是這個 好 所以呢這個 然後 所以你看喔 題目給的是這個 這個Node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始來寫這個 程式碼 所以這個程式碼就是 我們會有個什麼 一樣 來看看題目 所以題目其實 就是Portotype不要給 好注意到 Portotype其實也是很關鍵 就是 不要想念這件事 這個Portotype呢 其實其實蠻重要 然後再來一次 你在練LeCode的時候呢 不要太依賴那種 程式自動補完 因為 很多時候呢 你不能用程式自動補完 所以你可以跟我一樣 用現在這種 很陽春的Editor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那個 寫程式的環境很簡單 我寫程式環境很簡單 並不是我一開始的習慣 我以前也是跟很多人一樣 很喜歡用很酷炫的那個介面 但是有個問題 你看喔 我如果去客戶那邊解決問題 客戶很可能就是很一般的VIN 甚至連VIN都沒有 然後呢 你看我如果去客戶那邊 沒辦法解決問題 因為工具不熟悉 沒辦法解決問題 你不覺得很 很令人傷心嗎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你熟悉的那一套件 雖然你的生產力大增 但是你在面試場格 就會表現很廢 所以這也是不好的 好 所以請搞清楚 人家有沒有給你Portotype 人家如果 給你Portotype的話呢 很好 顯然你看喔 這次 反轉二元素 其實它不需要return了 但是它給你這個returnValue 意味著什麼 這件事可以什麼 可以用地毀 好 所以你看喔 它如果給你這種Portotype 這個很好 如果它沒有給你Portotype 給你個回傳式個void 哇 那就 那個地毀就不好寫了 這地毀就不能直接用 對吧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有個結束條件是什麼呢 這結束條件就是 如果這個root 就是 在上面已經沒有root 就沒有 就是 就不再遞毀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 我們這個struck 這個struck tree node這個struck 好 那tree node這個struck呢 就是 我們不是要左右的siblet 你要交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一左 然後幹嘛 一右 一左一右 好 所以這一樣呢 我就是開始寫這個 一左一右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考你這個 在 檢視你對地毀的認知了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要幹嘛 這個東西呢 其實這個東西很單純的 我先把我左邊拿出來 left 然後呢幹嘛 右邊拿出來 好 然後呢 這東西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有趣的地方是說呢 光做這樣我提出 左右點不夠對不對 我接下來下一件事是什麼 是要交換 所以我先提取 我siblet的左 跟右 那下面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我開始要做左右交換 所以左右交換的話呢 我就可以先 這樣子 那因為它 它的 結構很單純嘛 只有左跟右 所以我這樣可以完成 然後呢 這樣地毀還沒有完成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把 我的root回傳 所以看 這就是一個很基本的這個實作 所以看我剛才講到現在呢 大概用了多種時間呢 三分鐘 那就剛好一邊解說 一邊 一邊寫程式 那當然顯然呢 在特定的面試場合是不夠的 特定的面試場合呢 它可能問你額外的東西 問你說什麼 問你說 能不能不要用地毀 然後記憶體效率更高 那注意到一件事喔 你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呢 請人家想一件事喔 如果有人 除了剛剛那個叫你寫一般的程式以外 還要求你去探討非地毀 你要知道一件事 非地毀要寫不會立刻寫完 那所以你要做好一個新準備 非地毀你可能寫不完 或是人家寫出來人家不想看 有可能的吧 所以這件事要很小心 然後我必須告訴你的事實 事實是什麼 事實就是這個 這個 Evert binary tree 這個東西有什麼批用 你看喔 你看 連一個什麼 連一個博士 USC的博士都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 never never ever 就是你在除了面試場合 基本上都用不到 你說面試場合 考一個真實型號用不到的東西 有什麼批用 對沒有什麼批用 但是他就是好出答案 所以你看 為什麼很多公司其實不太除力扣 台灣的公司是因為很多主板不寫扣 所以他沒辦法除力扣 再來是有些公司 他只要為你dominage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很多時候的力扣就是為了撤諷 撤 因為很多人宣稱他讀過大學 很多人宣稱他擁有某個學歷 但是他可能不配有 或是當下不配有 以後可能有 或是之前可能有 但是現在此時此刻不配有這個學歷 因為他討厭不出來 那所以呢 其實你要想的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Nikon有時候就會有這種題目 那這種題目你就要做好準備 因為人家有可能問你更細的 要你用非地毀 你可能已經點到下面去了 就是有網友幫我們整理了說 非地毀要怎麼寫 但注意到你不用急著回答非地毀 因為你有可能會答出來 所以你要心裡要有準備 所以如果說你剛好非地毀的實作 沒有答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答 你可以用一個相對相近的東西 說這樣的地毀技巧 其實我在研究Links kernel 或是在寫Links程式的時候 剛好用過 比方說去列舉目錄的結構 因為目錄底下會有目錄 目錄底下也可能有檔案 但檔案底下就沒有什麼 檔案底下就沒有目錄了 檔案底下也沒有檔案 所以我其實也是寫類似的程式去做什麼 去做那個傳播手 所以你看喔 就是這個東西就實際上有用 而且甚至你的以前的作品就有 你可以拿出來 來幹嘛 你可以拿出來來 來說 這個東西 就是懂嗎 你可以說 這個非地毀的實作 這個題目我可能做不好 但是剛好在剛剛講的那種程式 就是我有研究過 研究過這種 原本用地毀的那種物錄的列舉 轉成非地毀的方式去實作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就是說真正的如果要做這個 就是讓你用非地毀 而且更可怕的地方是 如果說你對空間還有限制 這可以解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看 看這個同學提供的這個實作程式碼 這個實作程式碼呢 就比剛才多了很多 你看 剛才那個程式碼有多長 剛才程式碼超短 對不對 當然提出條件很重要 那就自己 對啊 你看這個很簡單 但你看後來的實作呢 顯然就復展很多了 不准你用地毀 那上面有個工具程式 就是交換兩個節點 你看 你光是搞懂這個交換節點 說要用這個 對不對 指標的指標 在這裡外呢 你看這個實作 雖然我們沒有講它的演算法 但是你可能在當下就會答錯 所以注意到 那在被問到延伸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新準備 你可能沒有答好 就要想辦法拿出什麼 拿出你過去有相關的這個成果 或者說呢 沒有答好 那你就要想清楚說 欸 你就要問說 欸那請問 我剛才在什麼條件的判斷 是不足的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提示 所以多半的人還是可以願意給你提示 但是就是避免說 陷入那種很苦惱 我知道很多人 包括我在內 被問到的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都不需要被人家吵 也不希望說一邊講話 一邊 一邊寫成事 但是說真的 你為了Likko 刷Likko 你就要練 因為說真的 人家覺得你聰不聰明 就看這一刻 就看說你面對一件事 所以你有一些技巧就是 你可以一邊講 一邊陳述 他剛剛提示的東西 如果說今天要避開什麼條件 那說我這個Q應該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 你想辦法嘴巴一直有個動 究竟還是寫 那我知道很多人真的很不喜歡這件事 但對不起 這就要練 就是要練說 我要能夠一邊寫 雖然一邊講 可能沒有講出什麼有用話 但是就是怎樣 就是知道你在討論 知道你在討論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那我們這次的講座呢 就跟大家介紹在這裡 注意到你可能還沒有看到一些應對的測試 就知道應對測試很多 我們可能之後還會再列出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希望你了解 人家到底要什麼 然後幹嘛 對症下藥 然後搞清楚它的範圍 不要盲目的去刷什麼力扣 盲目的去做什麼事 或者盲目的去背人家考古題 請人家搞清楚你的勝算在哪裡 好 看一下網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所以請大家注意 尤其是在校學生 希望你在這門課真的去想 你現在就開始寫旅遊表 然後一定會很多欠缺的 預測一年後 兩年後會有做什麼事 然後當然說你已經在工作 那你也可以做類似的事 就是寫旅遊表 反正有空就寫旅遊表 就是回顧你到底什麼東西沒有做好 因為說你在工作上要做得非常有趣 這很難 然後旁聽的規定 對不起 在想 旁聽規定 因為我是希望每一個同學 都跟你一對一討論 我不想你只是聽的 你最起碼要跟我講點話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很多同學 就是不跟我講話 那不跟我講話 就不想讓你修了 真的不想給你成績 所以對不起 請大家想看 這件事我還沒想到怎麼做 好吧 現在好謝謝大家